他是被人类所有战士尊称为王的男人 却还是死在最强八旗恶魔的手里 没想到最后竟然意外穿越到了60年后 当狼再次睁开眼时 眼前的一切直接烧掉了他的CPU 这里是哪里 这些是什么人 自己明明就要被八旗恶魔杀死的 怎么一下就出现在这里 明显能感觉到这并不是梦 而且这个营养不良的身体也不是自己的 这时一个男子对着大家说 你们要清楚战士的真正含义 那就是代表了守护和希望 自从六座古王被突然降死 并且带来了无尽的恶魔 残忍地屠戮着人类 而我们人类在一次次的殊死战斗中 最终才发现了与恶魔相抗争的方式 那就是通过嫁接恶魔体内的核心 从而获得短暂媲美恶魔的力量 因此诞生了一批批强大的战士 而其中最强的战士就是昂 人类在他的代表下 与最强的恶魔朝战斗数远 最终使得恶魔元气大伤 才赢得这60年的短暂发展期 但是为此却牺牲了一大批战士 甚至昂也倒在了与七七恶魔的战斗中 所以既然你们选择要成为战士 就要时刻准备着为战斗而牺牲 此时听到这些内容的昂无比惊讶 这不就是说的 自己带领人类出征的最后一战吗 可是自己怎么会来到60年后 而且自己明明是死在八七恶魔的手中 难道人类到现在还认为 恶魔最强就是七七吗 与此同时昂也明白了 这些人在这里的原因 原来这里是准备进行战事考核的地方 而讲话的男人 是负责考核的队长吉耀堂 正在思考问题的昂发现队长 突然大步来到面前 并问昂叫什么名字 可是还未等昂回答 队长就直接一个过肩摔 把昂摔在地上 然后说道 作为战士最基本的 不能开小差的纪律都不清楚 你也有脸叫昂这个名字 此时的昂也一脸猛逼 没想到这个身体的名字也叫昂 不过现在这具身体素质太差 居然面对简单的攻击都反应不过来 接着队长转身就带领全体人员 前往体能考核场 而一旁的队友 有的也嘲笑昂是真敢取名字 气得昂心里一万只羊驼飞过 于是决定在考核时 让他们看看自己真正的实力 虽然这具身体素质是差了点 不过自己可是最强的人类战士 等会一定会亮瞎他们的狗眼 第一轮是考核长跑耐力 昂一个箭步就冲到了最前面 没想到直接打破了 有史以来的长跑记录 不过是最糟糕的记录 这顿操作直接让队友的功德无了 此时昂也很无语 这身体之差 第二场既然是考核嫁接装置同步率 这可让昂的嘴都要笑歪 要知道当年昂的同步率 可是人类最高的96% 而且同步率高低 主要是由意志力决定的 虽然昂现在自己身体差 但是意志力那可是最强的 想着接下来让他们看看 什么是报表的同步率 男人本是人类最强战士 从生后体内却住着最强恶魔 而男人此时并不知道这一切 还在参加战士考核的第二场 在第一场体能测试上 昂出尽了阳相内心颇受打击 可是当知道第二场考核的内容 是看与恶魔核心嫁接的同步率时 昂瞬间像吃了六位帝皇丸一样 战意凌然 要知道恶魔核心分为六种 是力量 能防御 物灰腹 蓝米结 创能 黑时间空间 而同步率的高低 看的是意志力强弱 昂前视与力量核心同步率高达96% 而且目前测试成绩最高的才39% 昂前信自己的同步率 一定会让众人惊讶的 嘴巴能放下的大西瓜 于是他果断选择了力量核心 熟练穿上测试的嫁接装备 迅速把力量核心放进胸口位置 是听听的一声成功的嫁接 接着力量核心就释放庞大的能量 涌向四肢百骸 而释放的光芒都照亮了休息室 尹德正在休息的队员 纷纷转头观看 只见昂胸口的光芒越来越亮 而昂还在用力引导核心释放能量 众人惊讶昂 既然深藏不露 此时同步率突然瞬间到达40% 而且还在不断地向上狂飙 看着吧 好戏才刚刚开始 接着只见昂胸的用力 周围气场如狂风 似一般强劲 45% 50% 60% 这时连负责考核的队长都怀疑 是不是装置出现了什么问题 可昂的同步率还在上涨 65% 70% 80% 众人惊呼 这家伙是不是在作弊 肯定是装置出现了问题 而此时的昂是 放出如同战神般的威压 要不是这个身板太脆弱 要不是这时低级的核心 现在的你们早已不服跪地 突然 昂如同掉进大海里 一口老血向后倒去 而一旁的测试员 却以为是装置出错 导致能量 超出了昂身体的负荷 屏幕上的同步率 则瞬间降到了10% 但是此时队长 还有深意地看着昂 真的是装置 出错了吗 昂则被惊出一身了 还好10%刚好通关考核 被队友抱起的昂此时 有点后悔 就觉得装逼过头了 都是万恶的好胜心的锅 回到休息室 昂还在想着刚刚发生的事 自己明明可以超过80%的 就是突然内心好像有个东西 吸走了所有能量 而且核心的坚硬程度 就算是低级的 也不可能碎 就在这时队长走了进来 并告诉大家 第三轮考核的是实战 将会真正地面对恶魔 只有成功击杀才算通关 于是大家忐忑地 向着第三考核递走去 而队长捡起地上碎掉的核心 看着昂远区的背影 不知道下一轮考核你 又会有怎样的本性 来人身为地球最强战士 重生后 却在新手考核中成为笑笔 原来昂在体能测试上 直接倒数第一 而在与恶魔核心同步率测试中 以为十拿九稳的昂 更是差点被淘汰 最后刚好踩着 及格线10%通关 而现在将在城外 进行最终实战测试 自从60年前最后一次大战后 人类就一直生活在高墙之内 因为城外都被迷雾笼罩 而恶魔则潜藏在其中 幸好城墙四周 有驱除迷雾效果的黑色石碑 才让城四周有一定的视野 此刻昂穿上装置 一脚踏出城门时 突然脚下像踩到湖面一样 一圈圈红色的光波向外荡漾 而昂的意识 也跟着向四周延伸 竟然模糊地感受到 一些像野兽的身影 就在延伸到一个洞内时 里面竟然满地的白骨 而最深处 则坐着一个黑色的影子 影子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一样 哟 它发出一声怒吼 而昂的意识 突然就回到了原处 难道刚才那些是恶魔 为什么内心深处 会和他们产生某种共鸣 这是一个队友 打断了昂的思考 原来他们被安排到 一个小组对战恶魔 此时考官一边介绍考核的规则 一边发放战斗武器 还有小型迷雾驱散装置 而考核的内容 就是进入迷雾指定发光点 插入迷雾驱散装置 获取视野 然后击杀出现的恶魔 而恶魔的等级 是最低的无奇恶魔 最后考官根据每个人 在战斗中的表现 进行评估是否合格 接着就听考官一声令下 第一小组的人 迅速冲向指定地点 并且第一时间安装好驱散装置 当迷雾被驱散后 发现竟然有三头无奇恶魔 接着在一阵厮杀后 成功击杀恶魔 而此时城墙上站着123队队长 正关注着下面的战斗 他们在此就是防止考核出现什么意外 尽管附近区域已经反复确认 不会存在一起以上的恶魔 但是每一个战士都是未来的希望 而此时杭政和恶魔打得如火如荼 男人体内竟然隐藏着最强八级恶魔 而男人的灵魂更是人类最强战士的重生 可是竟然在新兵体能测试上 倒数第一 与恶魔核心 嫁接的同步率更是低的离谱 而此时 杭正在进行最终实战考核 杭清楚自己拥有王者意识 奈何身体素质却是个黑铁 于是杭决定借这次考核 对战最低级无奇恶魔的机会 刚好测试一下身体的真实战斗力 然后杭对着无奇恶魔 就是一顿暴揍 此时队友都觉得 杭好像在细耍恶魔 就连城墙上的队长们 都夸在杭气势不错 可是测试结果却超出了杭的意料 神经反应速度慢 力量爆发力不足 身体的柔韧度差 四肢协调也不行 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 前世的技能一个都用不出来 杭也没心情继续测试 直接就准备结束恶魔的小命 可就在这时 地下突然窜起一道红光 直接就贯穿了恶魔的身体 而强大的气势 则把杭击飞 四周则出现无数树腾 把杭小队围住 大家顿时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 可就在这时 突然一只爪子 从恶魔体内伸出 接着竟然钻出另一个恶魔的头 而远在城墙上的队长们 满得一惊 怎么可能出现一群恶魔 接着急速跳下城墙 向着杭小队位置奔去 而在外围的学员 则拼命地向城内跑去 此时的恶魔 正在打量着杭四人 接着恶魔竟然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 人类有同类气息 昂盾十一惊 他在说什么 什么人类是他的同类 不管他是什么意思 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可是恶魔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 昂知道自己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而就在这时 突见恶魔无止是放出红色能量 猛地射入昂四人的眉心 接着昂四人就直停停地倒在地上 而队长们终于也在此时 赶到了树腾外围 接着一脚踢断树腾 急速地向着昂四人冲去 可恶魔突然露出轻蔑的笑 然后拉住昂四人 一下就钻进了地底 他本是一届最强八旗恶魔 是迅速在人类最强战士昂重生的身体中 原来是想涅槃进化到传说的时期 此时正在参加考核的昂四人 却被突然出现的一旗恶魔抓紧 而前来营救昂四人的加尔二人 竟停住了脚步 这时吉奥堂也匆匆赶到 焦急地问家傲他们 怎么不继续追 原来恶魔到这里就突然消失了 家傲猜测 恶魔应该是下潜到地底深处 而前面区域之前未探索过 现在他们不能贸然进入 因为此时 城里应该乱成一团 需要他们回去组织大局 并需要及时安排探查队 再次探查成四周区域 避免再次出现意外情况 同时也会安排厉害的队伍 对这片区域进行探索 吉奥堂此时则一顿自责 都是因为自己失职 才导致学员被掳走 加尔则安慰道 发生这个事 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考核之前 区域多次探查都没有问题 吉奥堂却推开了 加尔放在肩上的手 让他和乔尔先回去 而自己还是要追上去看看 不过让他们放心 自己不会乱来的 本来乔尔还想再劝一下吉奥堂 加尔却制止了 让吉奥堂在天飞之前 回城就可以 于是吉奥堂转身就急速而去 虽然吉奥堂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加尔却知道 吉奥堂是想起了 当年他弟弟被恶魔掳斗的情形 如果他弟弟还活着 应该和昂他们差不多大 所以他不想放弃 而此时被掳斗的昂 昂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竟然发现自己和队友 被绑在一个洞穴里 不过幸好队友看上去都还活着 当时恶魔那一击 昂还以为大家都会就此死去 却在这时 恶魔突然出现在昂身后 惊讶昂 既然这么快就醒了 怪不得能从他身上 感受到同类气息 接着猛的一找击在柱子上 然后一把掐住昂的脖子 疑忽为什么昂气息会比他还强 昂却嘲讽恶魔在说什么鬼话 自己要是比他强 此时应该是自己抓住他的脖子 接着昂突然激发胸口保持的能量 一下就正装困住自己的绳子 并且正推恶魔束股 而昂在落地瞬间 快速抽出妖间的刀 猛地向恶魔挥去 恶魔却一个侧身 就轻松躲开 接着挥爪 缝扫向昂脑袋 昂则急忙下蹲弦 先躲开攻击 然后快速闪身到远处 拉开了和恶魔的距离 如果是前世的身体 现在哪有恶魔喘息的机会 这只恶魔 应该是红河力量型恶魔 只能攻击他比较脆弱的关节 他有一点赢的机会 虽然机会渺茫 但是自己绝不可能丢下队友 于是昂急速 冲向缓缓走来的恶魔 而就在这时 恶魔竟以极快速度挥出爪子 昂则想要快速侧身躲开 却没想到身体还是慢的半拍 男人本是战力暴表的人类最强战士 没想到重生之后 却战斗力拉胯 直接被低级恶魔绑架 而且想装逼 却被一掌穿心 昂的恶魔发出一声惨叫 而昂则轻蔑一笑 区区一只小蚂蚱 也敢小看自己 自己可是连他们王都杀过的男人 这时恶魔突然看着昂鬼一一笑 然后猛的一拳击在昂腹部 直接把昂机飞到墙上 昂则无力地滑落到地上 此时恶魔则拿着断肘 接在伤口处 没想到伤口竟然慢慢地愈合了 昂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为什么眼前红和恶魔 竟有绿和恶魔的治愈能力 难道这六十年间 恶魔进化了吗 恶魔的爪子很快就修复好了 然后对着昂勾了勾爪子 接着昂最后的墙 突然窜出无数藤蔓 直接穿透昂的身体 并带着昂飞到恶魔面前 恶魔则一把抓住昂的头 伸了伸那骇人的舌头 而昂心想 刚穿越过来 就要死了吗 其他三人也会死吧 还是和前世一样 自己仍然无法拯救战役 接着昂就垂下了头 恶魔则看着没了气息的昂 一步道 吃了应该能进化吧 原来他千辛万苦地抓昂来 竟然是因为有他同类的气息 吃了自己就可以进化 然后张开血盆大口 就要咬了下去 就在这时 昂体内突然睁开一双眼睛 灭着身体释放出强大的气场 并传出 是你要吃我 下的恶魔能闪身到远处 而昂体内的那道声音 还在继续说 你现在还不能死 我的大忌还得靠你来完成 看样子 最后的精神力 要用在这里 这时只见昂胸口的红盒突然碎掉 灭着一股可怕的能量 从昂心口涌出 而昂身上的伤 竟然奇迹般的愈合了 不过昂的身体 此时好像在进行某种蜕变 手和脚 渐渐变成了爪子 而身体竟然有点像恶魔 当昂蜕变完成时 身体突然爆发出一巨大的能量 直接击破洞底 穿透大地 也会直冲云霄 而辐射向四周的能量 触碰到逃跑的野兽时 野兽竟然化为白骨 然后消失不见 而此时一旁的一骑恶魔 看着昂 惊恐到八八旗 没想到昂的身体里居然住着 地球上唯一的最强八旗恶魔 这时一旗恶魔突然下跪 高呼供应我族最强的王 赤王旗 男人本是人类最强战士 重生后 体内却住着最强恶魔赤王旗 原来六十年前 赤王旗与昂大战时 却被其他五位 王旗恶魔暗算 不得已选择昂的身体 作为重生容器 但是没想到 昂重生后的身体 如此的一路 连最基本的体能测试 都是倒数第一 而此时 差点被一旗恶魔吃掉 逼得赤王旗 用掉最后一点精神力 现身出来保护昂 而代价就是 之后会进入长久沉睡 只有当狼觉醒时 才会苏醒 然而要觉醒 就要感悟旗的记忆 正常恶魔感悟 就是吞噬其他恶魔的旗 这也是恶魔 能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原因 而昂却需要夺射 比自身等极高的恶魔旗 才能感悟并进化 因为昂是人类 此时一旁的一旗恶魔表示 会永远追随赤王旗 助他觉醒 而赤王旗却看不上他 一级恶魔不配作王的侍从 现在唯一的价值 就是成为昂觉醒 第一旗的养分 等昂进化八旗之时 也是自己军灵天下之明 接着赤王旗的身体 就出现裂股 然后一点点掉了 而昂的脸 则从中显现出来 最后完全从恶魔躯窍 里脱落 赤王旗则融入昂的心口 然后渐渐陷入沉睡之中 而昂则梦见 在六十年前最后一战时 自己救的战友 突然变成了丧尸 并大喊 为什么他们都死 而昂却还活着 直接把昂吓醒 此时昂发现自己 竟然在医院 这时帘子突然被拉开 原来是司徒云三人 听到动静就过来了 突然司徒云凑近昂 说昂怎么多了一笔白发 难道是恶魔给昂染的 看着司徒云 近在咫尺的脸 搞得昂这个老男人脸一糊 急忙让司徒云不要乱说 接着岔开话题 问他们 现在是什么情况 明明当时大家 大家被绑在一起恶魔的洞穴 怎么现在会在医院呢 大家是如何逃出来的 这十年后传来一个声音 原来吉耀堂和其他对头 都在这 看样子你还记得一些事情 那告诉我们 当时洞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人本是人类最强战士 没想到重生后 体内竟然住着杀死 他的最强恶魔赤王齐 可当狼就要被出击恶魔杀死时 赤王齐竟然苏醒救了昂 然而当时昂已经昏迷 并不知道这一切 此时当狼在医院醒来 从队长吉耀堂口中得知 原来昂四人被恶魔掳走后 吉耀堂就一直在寻找他们 而三天前 他正在击杀挡路恶魔时 突然远处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吉耀堂就跑去看看什么情况 结果发现昏迷的昂四人 躺在一个洞口外 所幸的是 一骑恶魔不在 否则能不能带回来 还很难说 回来没多久 司徒云三人就醒了 可是他们对被掳走后的事情 都没印象 所以吉耀堂 他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 一直昏迷的昂身上 而且昂身体还发生了一些变化 昂接过奥尔队长递来的镜子 发现自己竟然多了一缕白发 此时昂回醒 当时被攻击后 就失去了意识 后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也不能说 与恶魔战斗的事 毕竟自己现在的身份是心灵弹弹的 于是就说自己当时迷迷糊糊醒来过 才知道被带到洞里 可是后面又昏睡了过去 吉耀堂听后 则露出疑惑的表情 因为当时他发现 洞里满墙的血迹 那是只有战斗才能留下的 可是不是昂又会是谁呢 而一旁的乔尔则问昂 之前考核时数据都很差 可和恶魔战斗却很冷静 是不是以前和恶魔战斗过 昂急忙解释自己 只是平时喜欢研究恶魔的弱点 只有理论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而后岔开话题 询问自己的考核结果如何 吉耀堂三人看也问不出 什么就走了 让司徒云等人给昂介绍情况 原来昂和司徒云三人都通过考核 并且是一个小队的 大队长就是吉耀堂 小队每月都需要做任务获得积分 积分最少的队伍 要打扫城镇一个月 积分高的队伍会获得一定奖励 而现在他们已经落后其他队伍 大家觉得昂既然醒了 小队也是该接任务做了 当昂他们来到任务榜时 只剩下难度高的A级任务 不过积分相应的也高 作为小队长的司徒云 二话没说直接接下了任务 而此时的昂却不知 吉耀堂和其他队长正在讨论他 原来吉耀堂考核期间 一直都有关注昂 而从昂一路的表现看来 存在很多疑点 而且最主要的是 在昂的身上 自己闻到一幅说不出来的 熟悉的臭味 白人本是人类最强战士 死后却被八旗恶魔复活重生 然而杀死昂的 竟然就是八旗恶魔赤王旗 原来赤王旗本是最强的恶魔 却被手下七旗恶魔 联手陷害而死 不得已才计划吉昂身体重生 赤王旗本想着 昂重生之后应该很强 第一 而前世与恶魔核心同固率 高达96% 现在竟也只有10% 更是与一旗恶魔战斗时 差点隐恨西北 而赤王旗不得不消耗最后的精神力 现身杀死了一旗恶魔才救了昂 为此赤王旗则陷入沉睡 昂最后被赶来的队长吉耀堂救了回去 而醒来后 昂却不知道是谁救了自己 便决定先提升实力再去调查 于是和小队接了三个A级任务 在昂熟悉了嫁接装置 如何变出翅膀那么易 如何变出想要的武器之后 就和队友开始了第一个任务 驱散指定地点的迷雾 而要驱散迷雾 首先就是要杀掉迷雾周围的怪物 然后再插入迷雾驱散装置 就算完成了 于是在四人的完美配合下 很快就收拾掉了四周的恶魔完成了任务 而且还意外获得一颗恶魔核心 接着就开始做剩下的任务 一是需要捕获三只魔的无奇恶魔 二是获得十颗无奇恶魔的核心 大家都觉得 这可比第一个任务难多了 可是一想到 也收集完成十颗恶魔核心 可是就在大家准备回城交任务之时 突然只听啪的一声 捕获的三只恶魔竟然都被杀死 大家顿时都压迈待出 这个男人马上就要死了 因为他破坏了最强战士昂的任务 而且昂体内还住着最强恶魔 原来在昂小队完成任务 准备收工回城时 活着的三只恶魔 也突然被爆头 竟是不知何时出现的老兵队伍黑棍干的 他们说昂小队作为新人 一点规矩都不懂 不仅没有教自己一生前辈 而且未经允许 擅自接下了所有的A级任务 而此时司徒流看着地上的恶魔 大话不说 瞬间上前 对着黑棍队长的脸就是一脚 却没想到 被他灵活地躲开了 司徒流接着又准备一拳席向黑棍队长 就突然被另外队友给拉住 队友说 先和黑棍他们谈谈再说 就突然感觉背后一阵风习过 接着直接昂一跃而起 对着黑棍队长的脸就是一脚 黑棍队长没来得及反 结果直接被踢飞巴掌 而且面具也被踢掉 露出了一张吓人的脸 我们好不容易才活着到三只恶魔 就这样被你杀了 你不过是早一点进队 哪里来的自信 队友都惊呆了 昂怎么和司徒流一样滑 黑棍队长这下则被彻底激怒 直接喊队友掏出武器准备战斗 而昂小队也不是吃素的 接着两只队友一拥而上 眼看大战遗嘱即发 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他们中间 大喝无闹 而且竟同时接住了昂和黑棍队长的攻击 随后只是轻轻一甩 就把昂二人摔飞老远 昂看着那个身影 心知这架势打不起来了 本想看看 现在年轻一辈的战斗力如何 原来来人是大队长吉耀堂 一群不知死活的小鬼 太阳就要下山了还胡闹 是想给恶魔送点心吗 没想到黑棍队长却恶人先告状 说是昂他们先动手了 还打掉了自己的面具 司徒流嘲笑道 你还没断奶吗 还打小报告 这是昂队友突然说 自己有照片为证 这直接让黑棍队长压麦带住 居然还有这一首 司徒云则跟吉耀堂讲了前因后果 没想到吉耀堂却说 这是新队伍成长必经之路 之所以阻止打架 是因为太阳下山后 恶魔就要出来 小队积分竞争 是允许其他行为 只要不是危及到生命 吉耀堂接着对着黑棍队长说 居然被新兵抢了A级任务 而且没找回面子 还被打了一顿 滚回去好好反思吧 接着黑棍队长进走到昂面前 问昂敢不敢报上姓名 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昂 黑棍队长顿时一惊 然后大笑 竟然和最伟大的战士昂同名 昂一阵无语 接着又威胁昂 一定不会让昂他们 轻易获得积分感 而且脸上的伤 也会加倍还回来的 然后戴上面具 但是小队的人快速消失了 此时吉耀堂就告诉昂他们 黑棍小队虽然不是最强小队 但是他们以执行力强而出名 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 破坏昂小队的任务 而且黑棍队长 还没拿出他的武器 固然就算昂小队实力还不错 也一定逃不到好处 接着吉耀堂 就让大家赶紧回城 队友则邀请昂晚上一起吃饭 可昂却说 晚上有其他计划 队友好奇是什么计划 昂心想 我今晚一定要活捉三只恶魔 男人本是人类最强战士 从生后体能考试却倒数第一 更是被老兵欺负的 白天不敢做任务 只能大晚上的偷偷出来做 此时晚饭没吃的昂 悄悄地来到城门口 竟发现大门的警戒并不严密 于是轻步上前查看 发现大门居然没有关完 而是留了一道门缝 昂想 难道不怕晚上恶魔进来吗 不过刚好方便了自己 昂一想到自己 马上就能把任务完成 然后明天气死那些老兵就开心 可是这时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我果然没猜错 吓得昂直接压麦带住 然后战战兢兢转过头看去 发现竟然是小队长刘 虚惊一场 原来刘白天听昂说 晚上有计划 就猜昂是想单独行动做任务 可昂却说 自己只是肚子胀出来散散步 却没想到 这是肚子 静不争气的咕噜噜叫了起来 刘一阵无语 你这演技也太拙劣了 昂知道也不下去了 本来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我现在就回去 别去给大队长打小报告 我和你一起去 昂顺时惊讶刘 居然是要和自己去 你有什么计划 我也很想看到老兵吃瘪的样子 与此同时 城墙值班的人员正抱怨着 现在晚上谁还敢出去 直接关上大门不好 你想被队长骂啊 难道忘了几年前 有几个逃亡的人 就是因为门开慢了急能 结果就成了恶魔的口风餐 所以从那以后 每个城镇都会留一个救命门缝 不说这个了 来给你看个好东西 行行瞌睡 男子果然一瞬间精神抖死 而正当他们在开心观摩时 昂和刘乘的天黑溜出了城外 这时昂给刘做了一个这边的手势 然后就来到了一个离城不远 却被小树木围住的隐蔽地 然后昂给刘说 等会他把无奇恶魔一支支引来 刘则负责使劲敲晕他们 说完转身就钻进了小树林 而刘还有点担心 昂是一个人 不过突然发现自己 好像也是一个人 瞬间就有点紧张了 不过接着缓缓吐了口气 很快就调整好状态 果然没过多久 昂竞争引来了 一支射谷恶魔 然后恶魔就被昂和刘一顿深入的交流 最后恶魔可感动地躺在了地上 就这样 很快就补负了三支恶魔 昂感叹 要是前世的身体早就完成了 而这时刘刘准备拖着恶魔回城 昂却要把恶魔放在这里 原来无奇恶魔 脑袋不灵光 不会喊救命 而且他们一时半会也醒不过来 所以放在这里问题不大 明天一早来提交任务就可以 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我很爱看书学习 结果在这时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找到了 昂和刘刘猛地抬头看去 既然这两只不知何时出现的恶魔 其中一只邪孝导 找到那个人 人类了 果然有 有同类的味道 昂和刘此时愣在人地 情况不妙 既然同时出现两只恶魔 而且还是一只恶魔 现在的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与此同时 城墙上的警报 竟然全部响起 而且探照灯又被打开 而三个大队长 则在警报响起时 就快速地来到了城墙上 接着下命名 探照灯扫尸 找到恶魔的位置 收到 怎么又出现了一只恶魔 难道是上次那只 不可能 上次那只已经死在山洞里了 探照灯很快就发现了恶魔 队长们顿时一惊 怎么会有两只一齐恶魔 赶快关闭大门 防御激光炮准备 慢着 不能关闭大门 吉耀堂突然大声喊道 下面好像有人 赶紧探照灯照手 怎么会是他们 两个不要命的混蛋 此时 刘和昂则被城墙的队长发现了 男人本是人类最强战士 重生后 却在新兵考核中倒数第一 做任务更是被老兵刁难 只能深夜带妹子抓任务官 却没想到 无奇恶魔任务 可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出现了 两只更高级的一齐恶魔 昂二人顿时无比绝望 他们可是连一只都对付不了 更别说两只了 幸好这时城墙的警报响起 昂刑之肯定会有人来救他们 只要拖住时间就行 与此同时 乔尔队长在发现恶魔第一时间 正命人用大炮激活恶魔 可吉耀堂队长却突然让他停手 原来是发现昂和流竟在恶魔堆里 众人皆是一惊 这两个大半夜还去城外干什么 而吉耀堂看到地上躺着的三只恶魔 顿时明白了昂二人出现的原因 于是告诉迦尔二人 昂应该是想晚上做任务 乔尔无语 有点能力就自以为天下无敌了 晚上出城不等于找死 已经这样了 先就回来再收拾他们 吉耀堂说完就弹射了出去 而迦尔也和吉耀堂一起 向着昂二人赶去 此时恶魔也知道被发现了 于是准备快速地倾向二人 而昂发现这些一期恶魔的目标 好像都是自己 和上次洞穴那只是一样的 难道是因为自己重生 还是说之前昏迷后 在洞穴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这时恶魔已经向着二人袭来 只见恶魔落地瞬间 下一秒就出现在二人身后 对着刘就一找灰下 同时邪笑道 先杀没用的 危急时刻 昂迅速一把推开刘 二人迅速向两边弹开 就在恶魔吃惊二人反应挺快时 刘一米八的大长腿 就向着恶魔面门袭来 可是踢到一半就被什么东西缠住 原来是另一只恶魔出的手 而且快速地就把刘五花大宝 接着恶魔一用力 刘便没有了还手之力 昂顿时心之不好 可恶魔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眼见拳头就要轰到昂 恶魔却突然被一拳击飞 原来是吉耀堂及时赶到 此时恶魔按着脑袋 还 还好防住了 脑袋差点被打爆了 与此同时 城墙上的乔尔却收到了手下的报告 竟然有大量的无奇恶魔正在向着城而来 乔尔正马上让人拉响紧 而城外昂他们也发现了突然出现的恶魔 不过这些恶魔竟绕开了他们这块区域 于是猜测应该是这两只义骑恶魔召唤 大家心知必须速战速决 都快速地冲向恶魔 而恶魔则双手插地 掀起两道石柱席向昂他们 可石柱竟然没有攻击昂 而恶魔也直接从昂身旁掠过 抓住刘的恶魔则向昂勾了钩爪 你过来啊 接着带着刘向着林子深处奔去 昂此时清楚 这明显是陷阱 而且自己根本没能力救了 一旁的吉耀堂也看出了恶魔的意图 大声喊昂昂不要去 可昂看到刘最后绝望的眼神 和前世死去占有他们的神情是一样的 自己可是人类最强战士 怎么能不去救 于是不再犹豫 果断向着恶魔消失的方向奔去 男人本是人类最强战士 此时却要被低级恶魔打死了 原来是队友刘被一起恶魔抓走后 昂明知道这是恶魔的圈套 目的就是引自己前去 可最后还是毅然决然地跟了上去 当昂追上恶魔时 却发现刘正在被恶魔蹂躏 昂凶狠地吼道 放了他 你的目标不是我吗 刘惊讶昂居然会冒死来救自己 而恶魔则高兴地跳起了五愚蠢的人类 为了这个女人还真来送死 昂没理恶魔 刘你还好吧 放心我会救你呢 我没事 你不应该来 你不是一起恶魔的对手 来也是白白送死 可恶魔突然给了刘一脚 郭噪 你住手 我来当你的俘虏 你放了他 哈哈哈哈 放了他 你真天真 说完恶魔就瞬间冲向昂 直接和昂来了个面对面 你们谁也别想走 昂则突然抱起 一刀挥向恶魔脑袋 可却被恶魔轻松躲开 然后背上却被恶魔来了一举 可恶 身体还是跟不上意识 而恶魔又闪身到昂头上 对着昂就是一顿攻击 昂则吃力地接着招 此时躺在地上的牛 心知再这样下去 自己和昂都会死在这里 不能坐以待毙 突然看到面前地上凸起了石头 灵光一闪 接着就在石头上磨手上的绳子 而昂此时一只手已经被恶魔缠住 不过借机拉近了和恶魔的距离 于是快速挥刀砍向恶魔 可恶魔轻松地把另一只手也缠住 你不应该这么弱的 是不是在演我 还是说那只一骑恶魔不是你杀的 不知道你在放什么屁 要杀就杀 态度恶劣 实施惩罚 折断 只见昂的四肢瞬间全部被折断 接着恶魔对着昂又是重重的一拳 昂直接撞断几棵树后倒地不起 完了 接着就伸手向昂脑袋抓去 就在这时 突然一把刀出现在恶魔一侧 原来是脱困的刘 接着刘对着恶魔脑袋快速砍去 可恶魔还是躲开了 刘则又对着恶魔胸口一脚 然后跳到昂面前 持刀防御 刘你快走 别管我 要走一起走 要死一起死 好啊 我成全你们 此来 接着无数的冰刃凭空出现 向着刘飞速袭去 刘则快速地挥刀格挡 快躲开 而刘还在格挡 没有躲开的意思 可这是刘脚下突然出现冰刃 从后面直接刺入刘身体里 然后带着刘飞向恶魔 接着被恶魔一把抓住了脖子 居然还反抗 我要慢慢折磨死你 男人本是人类最强战士 此时却被低级恶魔打得奄奄一息 新手妹子队长只好拼命地保护他 突然一起恶魔一把掐着队长刘的脖子 邪魅地笑道 想为保护同伴战死 我偏偏要慢慢折磨你 接下来请痛苦地挨好吧 而躺在地上的昂看着这一切 满眼都是愤怒与无奈 没想到自己哪怕重生一次 还是要看着战友死在自己的面前 就在这时 昂胸口的宝石突然咔嚓一声碎裂 而全身渐渐地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远处的一齐恶魔也发现了昂的变化 当他回头看发生了什么事实 突然移到红鹰上 竟然是昂 而且还从恶魔手中救下了队长 甚至昂快速移动带起的气场 就在恶魔身上割出了几道口 恶魔此时惊讶无比 而昂看着怀里的流 你好好休息 你作为新人队长已经做得很好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随后昂轻轻地放下流 全身则散发出浓浓的杀意 恶魔又是一惊 你竟然散发出这么浓的恶魔气息 果然有秘密 昂笑道 气息吗 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胸口有股力量在不断向上蔓延 感觉马上就要冲出身体了 接着只见昂气势突然暴增 胸口的核心突然变成了奇怪的 恶魔则无比惊讶 那 那核心是 王王王岐的核心 仿此时笑道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不过 我知道你要死 与此同时 正在和队长吉耀堂二人战斗的一起恶魔 突然感应到背后残来的骨子气息 疑惑到底是谁 难道是又来了同类 而这时 吉耀堂趁恶魔分心之际 直接闪身到恶魔身体 一拳重重地击在恶魔的腹部 而加尔也瞬间来到恶魔的上方 42码的大脚猛地踢在恶魔头 直接把恶魔砸飞横育 而倒地的恶魔艰难地撑着身体 好强 可抬头时 吉耀堂二人已经近在咫尺 恶魔还没反应过来 又被二人同时击中 并且直接把腹部击穿个洞 随后恶魔则无力地向天空飞去 恶魔不可置信地看着腹部的洞 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接着突然扒开胸口 露出鲜艳的核心 然后看着地面的二人 恶狠狠地说道 那就一起死吧 吉耀堂二人顿时一惊 不好 他要自爆 就在二人绝望之时 忽然一道光击中了恶魔 接着恶魔就飞出去盆域 最后竟把恶魔死死了 定在地上 吉耀堂二人看清后才发现 原来是城墙上的防御炮发出的攻击 而此时城墙下 众人正在和无数的无奇恶魔战斗 乔尔爆末 这么多怪 根本杀不完 接着大喊众人回城抵御 远处的吉耀堂二人也发现了城墙的危机 此时吉耀堂很灭 新智安二人应该凶多吉少了 于是只能迅速回城去治愈 与此同时 异齐恶魔看着眼前的昂金亚 异齐恶魔 不对 你还要更加强大地 人类为什么会长出起来 不可能为害 原来此时的昂头上竟然长出了一个劲 接着昂指尖蓄起一股绿色能量效果 这也许就是我重生的意义 让我拥有恶魔的能力 然后改变世界 说完就把蓄好的绿色光球弹了出去 那光球竟直接飞向地上来流 同时在快速地治愈流的身体 恶魔更加吃惊的 治愈能力 你是木系恶魔 此时的昂脑中也有了些许之前的片段机 知道自己或许是吸收了之前那只一期恶魔 获得了那只恶魔的毒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吸收眼前这只恶魔 自己就会拥有水系的力量 而此时恶魔只觉得眼前慢慢变黑 昂静如神一样召唤出一颗巨树 然后兴奋地说道 你准备好接受死亡的审划了吗 来人本是新兵营最垃圾的菜鸟 却意外觉醒了体内的恶魔之灵 散发的气息直接让恶魔瑟瑟发抖 原来是队长流要被恶魔杀死时 怒气直爆满的昂 直接变身为头掌鸡脚的男人 而一骑恶魔看着散发恶魔气息的昂 不敢相信昂竟然拥有木系恶魔的力量 此时昂笑道 没想到恶魔也会有害怕的时候 说完双脚一用力 瞬间就闪到恶魔面前 来吧 全力攻击我 让我看看我现在有多强 恶魔则大吼道 你到底是人类还是恶魔 同时甩出几道水渊席向昂 反手就对着恶魔 猛的一面 地上瞬间突出树根木刺席向恶魔 竟直接把恶魔给捆了起来 随后昂双手交叉缓缓用力 邪笑道 好像操作一点也不难 接着木刺越来越紧 恶魔忍不住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眼看恶魔就要狗带死 恶魔竟突然变成几道水刃席向昂 昂先是一惊 然后迅速地躲开攻击 而水刃则瞬间变成了恶魔的样子 挥舞着利爪怒吼道 受死吧 昂只来得急用手去抵挡 结果瞬间被恶魔扣住手腕 接着手臂就直接被恶魔扯断 恶魔嘲笑道 你木刺身体是不能像我一样分解 还有人类你根本不懂恶魔的力量 接着又对着昂快速地挥出几掌 最后猛地一脚踢在昂腹部 直接把昂机飞树丈远 可到飞出去的昂却咧嘴一笑 给我起 接着地上就突然长出一棵树稳稳地接住了昂 昂缓缓地站起来 确实 我现在还不能很好地运用恶魔的力量 不过 我曾经可是人类最强的战士 论学习能力 我说第二没人敢说 第一 接着只见昂断掉的手竟然在快速地升上 眨眼间手臂就恢复如初 恶魔则是一惊 这么快就学会木系的自我恢复 看见了吧 我的学习能力不是盖的 那么接下来 就该送你上路了 说着就一脚踏地 身形微曲 瞬间就弹射而出 就在要落地时 地上突然出现一根树枝 直接用力把昂顶飞 接着地上连续不断地出现树枝 一眨眼昂就来到了恶魔面前 恶魔想要躲开 身体却一动不动 原来脚背不知何时出现的树枝捆住 而在恶魔愣神之时 昂的双手瞬间就抱住了恶魔的脑袋 接着无比用力插进了恶魔的皮肉 怎么 还想要逃吗 可你的战斗突然有点无缺 接着只见昂五指不断往恶魔体内注入绿色的液体 而恶魔的身体竟在不断地膨胀 最后更是直接爆炸开来 昂却一点事都没有 这时恶魔的核心突然汇集无数的水元素 接着竟变成恶魔席向昂 眼看就要击中昂的脑袋 却被突然钻出的树枝直接刺穿 我知道你身体能分解 可是你的核心不能把 接着就把恶魔的核心顶了出来 恶魔还想要去抓核心 昂却先一步拿走了 然后邪魅地看着恶魔 你的核心我就笑闹了 恶魔则在渐渐地融化 最后化成了一滩水 此时昂高高举起恶魔核心 然后直接捏碎 接着就吞掉了核心中流出的不明液体 男人本是人类最强战士 此时却变成了一只恶魔 而且还要杀自己的队友 原来是昂杀了一旗恶魔后 就吸收了一旗恶魔的核心力 可是此时昂却像变了个人势 邪恶地看着远处昏迷的队长 接着突然变成一滩水 快速地靠入去 随后又凝成昂的样子 此时的昂眼神冰了 而嘴里断断续续说着 吞噬 人类 接着突然一爪打破了 接着昂突然爆发强大的气势 大吼 脑袋里的东西给我滚出来 此时昂体内的八旗恶魔惊讶 昂竟然能反抗自己的意志 有趣得很 与此同时城门口 众人正与无旗恶魔站得如火如火 而无旗恶魔静渐渐地向着城墙爬了上 这时只见一男人蓄力一举 直接震飞树之恶魔 接着男人说道 为什么不见昂和流 女人则一刀解决掉身后的恶魔 刚刚听说有两人偷偷溜出城 被两只一起恶魔盯上 我估计就是昂和流二人 男人顿时一惊 那不是死定了 女人也无奈 希望他们能活下来吧 此时 正在战斗的三队长乔尔问吉耀堂二人 你们两个核心状态能量还有多少 刚刚杀掉那只一起恶魔用了一大半 我也和堂堂差不多 你有什么计划 我们蓄力打出一波大的伤害 让这些无奇恶魔恐惧应该就会退去 接着三人就各自开始蓄力 只见吉耀堂和加尔用力一跳 瞬间一下就来到了万米高空 然后迅速地向着地面攻去 强大的气势直接震惊地上的一众恶魔 接着只听一声巨响 众多恶魔竟直接被炸的刺散台来 而地面则形成了一个浓烟滚滚的大坑 乔尔见此也不甘示弱 直接把速度拉到极限 瞬间变成了一台恶魔收割机 在三人的合力下 恶魔与城墙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 墙上的众人见此皆是高呼 队长牛逼就在乔尔松口气时 突然惊恐万分 小心 有什么厉害的东西过来 男人本是人类新兵中最菜的一个 此时一声吼尽吓得众多恶魔魂飞魄散 可最后队长们却怀疑他是恶魔 原来当队长们正在疯狂地收割恶魔时 恶魔居然纷纷让出一条道来 竟是昂抱着流从恶魔堆中走了出来 队长结实一惊 二人居然能在一起恶魔手中活下来 就在这时 众多恶魔突然扑向二人 队长们急忙上前救援 可没想到 就在恶魔要抓到昂时 昂突然回头 满脸呆着杀气地说道 滚开 接着一股强大的气场 从昂体内爆发出来 恶魔结实一惊 随后竟然都瑟瑟发抖地 匍匐在地 接着疯狂地向外跑去 看着恶魔如潮水般退去 城墙上的人顿时一惊 接着七七欢呼起来 队长威武队长霸气 而队长们疑惑 恶魔真的是因为他们打跑了吗 可及要堂则心想 会不会是因为昂的原因 这时 原本抱着流的昂 突然就重重地跪倒在地上 队长们皆是一惊 而昂此时的意识 竟然出现在一个骷髅头上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你很享受我的力量吗 昂静要问到你是谁 你可还记得 前世你最后见到的恶魔吗 你是当时那两只八旗恶魔之一 这时突然一个红色身影 出现在昂身旁 不错 就是我翅王旗 最强的八旗恶魔 昂顿时激动起来 你对我身体做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选我 这些你以后都会知道的 现在你只需要知道 不停地杀恶魔成长 最后是身体无限接近 我原来完美的身体 我凭什么要听你 去死吧 狗砸碎 可这是一个声音突然传来 昂兄弟 你这是干嘛 快放开手 昂稳住心神定睛一看 不知何时 自己一只手竟扯住了刘的衣服 看着会员才能看到画面 昂突然冒出一句好白 接着惊恐了 我这是在干嘛 之后只听他的一记耳光 昂就被众人齐齐按倒在地上 你小子竟然敢对我们小姐动手动脚 不要以为你救了 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时一个声音突然传来 我呢 原来是刘的父亲和三位队长 随后吉耀堂表示 有些话需要单独跟昂说 于是很快大听 就只剩下三位队长和昂 这时吉耀堂先开口 从新兵考核到后来的一期恶魔出现 还有这次的恶魔潮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一旁的乔尔队长则说道 还是我来说吧 昂你是不是恶魔 男人拼命才从恶魔手中救了队友 回来后却被队长认为是恶魔变 直接抽出刀就要打了男人 此时三大队长看着刚醒来的昂 你是不是恶魔 昂顿十一惊 你们在说什么 恶魔 我怎么可能是恶魔 那你是怎么从一期恶魔手中救下你的 或者说你本来就是恶魔变的 昂此时心里慌得一癖 难道要说出自己的秘密吗 可那样的话 他们肯定第一时间就嘎了自己 毕竟自己体内住着的可是最强的恶魔 这时乔尔直接抽出武器 再不说我就要动手了 看样子他们是真的想要嘎了我 这时加尔却说 好了 乔尔 别吓昂了 要知道只有四期以上的恶魔 才能幻化成人形 那么高级的恶魔 根本没必要来我们这C级小城镇 吉耀堂也开口 还有一点 恶魔是不会就同伴的 昂当时拼命带着刘回来的样子 立立赞认 这时乔尔突然拍了拍啊 我就是想逗逗他 你们那么认真干嘛 刘却无语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这时吉耀堂问道 刘在被恶魔打晕后 就不知道后面的事 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难道你真的把一期恶魔给杀了 这是昂灵感一闪 对的 我就是把一期恶魔给击杀了 因为我是战斗天才 说完昂顿时觉得说过了头 其实是我一次性 汲取了大量的恶魔核心能量 出其不意地杀了恶魔 加二一惊 就像我们激发核心能量那样吗 昂回答对的 可心里还是慌 他们会相信吗 乔尔笑道 如果真是那样 你也算得上是一个天才 因为能量太过猛烈 所以每次释放后就晕了过去 吉耀堂也想起每次发现昂石 他胸口的恶魔核心就是碎了 不过吉耀堂还是有点疑慮 接着就要和昂过过招 昂星之吉耀堂还在怀疑自己 直接就答应了 可是昂清楚自己 现在这具身体根本打不过 除非是用上恶魔的力量 可那会不会被发现呢 这时吉耀堂说道 来吧 就让我看看你击杀恶魔的力量 接着全身就开始蓄力 随即瞬间就弹射而出席向昂 昂也同时向后撤步躲开了这一击 可吉耀堂又是一个扫堂腿 昂在闲闲地躲开后 看到地面的沟壑 顿时无语 这是来真的呀 嘉尔也是吓一跳 堂堂你温柔点了 吉耀堂看着昂 你小子的反应能力确实不错 不过我要开始认真了 接着一拳就砸向昂 昂又是勉强躲开了 可突然吉耀堂又瞬间出现在他身后 猛的一把抓住他的脖子 猛后脚直接踢向昂的腿 一把就把昂扔飞撞到了墙上 你就这点实力吗 那可称不上天才 此时昂之力地站起来心想 带着强大的气势走向吉耀堂 队长 现在该轮到我开始攻击了 吉耀堂震惊 这不气息 此时的昂如同地狱走来的恶魔 最垃圾的新兵 却释放出强大的恶魔气息 随后更是把号称恶魔克星的队长打趴下 没想到最后还意外收获了一个五到十家的老丈人 原来吉耀堂等人怀疑昂是恶魔后 昂谎称自己是天才 为了证明只能和吉耀堂单挑 谁知赤身肉搏根本不是对手 最后只能借助体内恶魔的力量 随即就释放出强大的恶魔气势 没想到胸口低级核心的同步率 竟也在不断上升 却直接震惊了乔尔等人 难道我们城镇真的要出了个大天才 吉耀堂离得竟更能清晰感受到 昂的同步率竟然突破40% 还在继续上升 要知道新兵第一天才斯福流 都踩39%的同步率 这时昂说话打断了吉耀堂的思考 队长 接下来就轮到我攻击了 可要小心了 随即就挥拳冲了上去 瞬间就到吉耀堂面前给了他一拳 却被吉耀堂双手交叉挡住了攻击 不过还是震惊昂的速度 比刚刚快了两倍多 可昂却是嘴角一脸 队长 这可是假公优 接着单手撑地猛的旋转身体 迅速一个横扫踢向吉耀堂的脚 可吉耀堂不慌 反而笑道 臭笑了 声攻击西 不错的战略 可惜还是被吉耀堂给轻松躲开 昂则起身又是一脚 席向吉耀堂的大马瓜子 却还是被吉耀堂的手给挡住了 乔尔震惊 昂好快的速度 而且一连套的攻击 根本不给对手反戏 这是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和吉耀堂近身肉搏 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原来是武道司徒世家家主司徒勋功 勋功书什么时候来的呀 不好意思 他们切磋弄了点小动静 吵到你们 小动静 都快把我的训练场给拆了 那让吉耀堂赔 哈哈哈哈 没事 看盖这个小家伙 能在小唐手下撑多久 小唐从小只要抓到反攻的机会 对手无一例外 都要吃一顿骨头 此时 昂兄猛的一脚 竟被吉耀堂抓住了脚踝 臭小子 抓到你们 看我怎么垂死你 接着挥拳就要直逼昂面门 却没想昂此时竟咧嘴一笑 对着 是我抓到你的忧 随后只见昂单脚起跳 然后一个下腰 竟然直接用头 撞到了吉耀堂的头 众人顿时一惊 这刁钻的一击 而吉耀堂则仰头向后飞去 随后赤透地捂着头 狡猾的小子 可昂并没有给他喘息机会 因为他知道人眉心最脆弱 被攻击后视觉会出现重影 机不可视 时不再来 接着化身残影席向吉耀堂 吉耀堂此时果然愣神片刻 而一旁观战的乔尔大喊 堂堂别再留手了 吉耀堂咬牙道 好小子 来吧 接着竟直接双手砸地 形成一股石头巨浪向四周散海 昂没想到吉耀堂这招进攻防一体 那就稍微用点恶魔的力量了 接着五指一张形成一个巨掌 飞来的石头瞬间被炸成碎款 吉耀堂震惊 这都可以 周围顿时起了一阵灰尘 而昂则消失不见了 下一秒就出现在昂的身后握拳而出 吉耀堂发现昂的同时也转身挥出大手 可吉耀堂竟然没有击中昂 直接挥了个空 而昂则一拳重重地击出 强大的气势直接吹飞灰尘 可昂竟然没有击中吉耀堂 昂知道如果队长最开始使出权力 自己不一定能讨得好 坐视刘一线 日后好相见 乔尔三人不敢相信堂堂的大队长 就败下来了 而昂双手插腰 这下你们相信我是天才了吧 吉耀堂闭上眼表示了默认 这是外面突然传来一串脚步声 原来是昂小队的喊众人吃饭了 却被训练场的狼机给震惊了 你们这是打群架了吗 昂笑着说 都是队长弄的 不管我的事 乔尔走过来 堂堂 吃别的滋味不好受吧 昂急忙打圆场 队长一直都在留守 要换做是打恶魔 估计恶魔早就嘎了 好了 大家走吃饭去了 当昂从司徒家主和刘面前走过后 司徒家主看着昂的背 这小子不仅实力不足 还懂得给吉耀堂留面子 真是难得的人才 然后突然对着司徒刘说道 怎么样 有没有看上这个小子呀 我可是双手赞成忧 司徒刘脸顿时一片飞红 什么跟什么呀 男人本是城镇中 所有战士的大队长 却被一个倒数第一的新兵给拿捏了 原来是这个新兵 可以借助恶魔的力量 此时司徒家主正举杯 感谢昂救了女儿司徒留 昂也是很礼貌地站起来 抬起酒杯准备碰你 可突然被队长吉耀堂一拳脑瓜崩 你十八岁了吗 就学人喝酒 昂气不打一出来 能参加新兵的都十八岁了好吧 加尔笑道 堂堂这样公报私仇可不好用 这时一旁的队友问昂 怎么能打得赢队长 昂尴尬着怎么说呀 这不是让吉耀堂没面子吗 可吉耀堂却说 它是强行汲取大量核心的恶魔能量 爆发出超越现在的战斗力 类似于我们队长汲取核心的效果 不过它的效果更加的好 但是多次使用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乔尔笑道 所以昂需要对身体进行更多的训练 可昂此时却心想 我吸收了木西一旗恶魔的核心后 身体虽不能完全附和那狂暴的能量 可对身体的创伤却能快速恢复 但是不敢说呀 那样自己不被抓去做人体实验才管 无敌就是有点寂寞 队友此时都对昂头来了崇拜的眼光 这时吉耀堂开口 本来你们二人私自出城是要被罚的 不过杀了一旗恶魔也就将功底过了 加尔笑道 但是你们别高兴太早优 你们的积分现在是所有小队垫底 小心扫一个月成阵优 昂利马打气 我们必须是第一 可随着一个月快过去了 他们的积分还是垫底 于是大家商量找个队伍进行单挑赢点积分 而他们找的正是之前欺负过他们的老兵黑棍战队 黑棍队长收到挑战时 当场就爽快地答应了 郑仇没机会抱上次那一脚 不过十七分他们也赶出 这可是一个一级任务的奖励 很快擂台就为了很多吃瓜的粉丝宝 昂他们出场的是队长司徒流 而黑棍怕别人说欺负新兵 使得派队里的女副队长出手 随即战斗一触即发 首先出手的是司徒流 直接一个剑步席向对方 黑棍副队长只来得及抬手搁挡 因为他没想到恢复系核心的司徒流 速度竟然也这么快 还没来得及反击 下一秒又被司徒流一直点在持有武器的手上 接着手竟然不自主地进卵 最后武器直接掉在了地上 而司徒流则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直接一套组合拳 瞬间干净利落地KO了他 围观的吃瓜群众都是一惊 这司徒流不愧是新兵第一啊 老兵在他手里都过不了一个回合 而司徒流提醒黑棍队长记得把积分划过来 黑棍队长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败了 顿时觉得丢了面子 直接又提出再打一次 这次输了的给二十积分 就问你们敢不敢 司徒流摸了摸胸口的核心 有人送积分来 有何不敢 可这时昂伸手拦住了他 队长你还是休息一下吧 这场就让我这个新兵倒数第一的上吧 男人本是新兵中最弱的菜鸟 却秒杀了老兵队伍中号称枪王的队长 原来是男人借用了体内的恶魔之力 当黑棍队长要单挑丝徒流时 昂自己跳出来表示接下这一战 并嘲讽黑棍队长不会怕了自己这个新兵吗 此时黑棍队的都说昂这个激将太明显 傻子才会上当 可黑棍队长突然指着昂 怕你 我怕把你打得叫爷爷 黑棍队的顿时震惊 队长这就上当了 随后二人直接上了内台 顿时周围围了很多人上来 黑棍队长直接拿出自己的大家伙 表示用的是空气弹 不会伤人 但是会很难 昂没想到现在都这么发达了 六十年前可是只能真刀真枪的练习 随即昂打渠道 那你可要打真点 我皮有点痒了 那拿出你的武器我们开始吧 昂盾时想起以前用的武器 不知道去哪里了 现在就配了一个小刀 不顺手 算了直接拳头来吧 拳头 你就是看不起我吗 对啊 这个新兵也太嚣张了 昂扣了扣耳朵 行了 开始吧 黑棍队长忽然眼神凌链 那你是只兔子 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很好啊 你全力以赴最好 此时昂的队友笑道 要是他们知道昂不停击杀了一起恶魔 还战胜了队长 表情会是怎么样的呢 而司徒刘却惊讶 没想到昂能战胜大队长及要堂 我这个队长的位置怕是不保的呀 这时裁判一声开始响起 昂和黑棍队长战斗正式开始 黑棍队长率先拉开和昂的距离 毕竟一寸长一寸强 而昂却心想直接拿出全部实力 速战速决吧 这个黑棍队长此时已经架起了加农好 这个时候还发呆 找死 随即抬手就是一发空气弹 而昂双眼一瞪 然后迅速侧身躲开了攻击 落地瞬间弹射而出 眨眼间就到了黑棍队长面前 而黑棍队长不经反笑 刚刚的那是诱发弹 短的就是你上来 随即就连开三发 而昂此时心想刚好练习一下水系恶魔的技能 然后一下就变成了一条水流躲开了攻击 黑棍队长惊讶地看着赢上来的 看样子只能用那招了 而观战的黑棍队激动 队长要用大招了 那可是所有能量打出的高浓缩炮了 这时黑棍队长大笑 如此近距离 看你如何躲开 可这时昂手指突然涌出绿色的路 接着黑棍队长的脚就被树枝缠绕 身体一歪 强大的一发就向天空射去 而昂一把抓住黑棍队长的武器 猛的一掌打在手肘处 接着又是重重的一脚 黑棍队长直接飞出数米远 众人顿时一惊 队长这就败了 而昂笑道 这二十分我就笑呢 黑棍队长此时还在猛逼中 这才开始就结束了 而昂的队友淒气欢呼 随后很多新老队伍都来挑战昂他们 不过大多数都被昂小队的击败了 就这样到了月底 积分竟然冲到了第一 成为了吉耀堂带领的队伍榜首 将会参加三支榜首队伍的总决赛 此时吉耀堂三人还在惊讶 昂小队近几天就从垫底到了第一 而加尔却说 堂堂怎么能让他们PK赢几分呢 以前可从来没有过呢 吉耀堂却说 这是他们的实力 互相磨练也是好事 不过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有新兵队伍进决赛 还有点期待他们随后的比赛 随即推开决斗场的大门 此时三支榜首队伍等候了多时 加尔带领的新花小队嘲笑他 吉耀堂队伍那些老兵都是干什么吃的 而乔尔带领的闪亮小队也打拒到 刚开始听说新兵得了榜首 以为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是真的呢 而此时昂小队的也在讨论 闪亮和新花小队 听说下一届的大队长 就从这两个队伍中选 他们这么厉害 看样子我们得好好努力了 这时加尔问新花小队的赢了想要什么 竟是想去B级城镇买衣服 而闪亮小队想和B级城镇的战士交流切磋 这时吉耀堂介绍比赛规则 比赛分为团队赛和个人赛 最后得分最高的队伍获胜 而这次的奖励如你们所愿 赢得队伍去B级城镇学习观摩一周 随后三支队伍队长开始抽签决定比赛顺序 而此时的奖没想到现在城镇还分了分析 而现在所在的城镇就是最低级的C级 其次上面还有B级A级 拥有一二期核心战士为C级 拥有二三期为B级 而A级拥有三四期 甚至五期核心战士 而这还有超然存在的S级城镇曙光场 据说不仅拥有五六期的核心战士 更是还有最强的七期核心战士 这时队友打断了昂的回应 队长司徒流抽到的是第一个出场 而对手是闪亮小队 这时闪亮队长直接安排队友各自寻找目标 队长司徒流流给他就行 随着吉耀堂一声令响 闪亮小队瞬间分散开来寻找目标 而司徒流第一时间就洞悉了闪亮小队的战术 直接喊队友抱团直击闪亮队长 而闪亮小队的顿时全部开始回防 就在要攻击到司徒流时 昂三人瞬间挡住了闪亮小队三人 而此时闪亮队长抽出匕首 打我的主意 你们怕是要失算了 随即猛地冲向了司徒流 他本是人类最强战士 却被最强恶魔复活重生 此时正在和闪亮小队的争夺新兵积分赛第一 没想到闪亮队长直接扔出闪光 司徒流连忙喊队友闭眼 接着只见一道刺眼的光细向众人 吉耀堂无语 闪光对他自己的队友也有影响的 乔尔无奈 说个很多次了都没有 估计只有吃个亏才会改正吧 这时闪光队长趁着忙了所有人 直接猛地刺向司徒流 可这是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竟然是戴了副眼睛的昂 接着只见他高抬七腿 猛地积在闪光队长的肩上 闪光队长顿时后退了树 你小子什么时候带的水行作战眼睛 既然要和你们打 可也是做了些功课的 随后光消失了 司徒流惊亚昂什么时候到了自己面前呢 这是昂转身说道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司徒流发现闪光队长好像受伤了 既然如此那就乘胜追击 随即猛地冲了过去 来得正好 直接正面解决了你 可突然发现 手臂竟然被昂刚刚一脚踢脱臼 这愣神瞬间 司徒流直接对着他腹部猛的一举 你也试试我闪光的时候 接着连续多次攻击 而另一边 昂却是在辅助小队另外两人 这时司徒流说道 你们队长已经躺下 你们还要反抗吗 见此闪光小队的都投降认输了 三位大队长也是惊讶 虽然在意料之中 但也败得太快了吧 而且昂的那种力量都还没用 与此同时 星光小队惊讶无比 你们这就输了 那个司徒流很厉害吗 我们一时轻敌导致的 随后闪亮队长给星光队长了一个忠告 很快就到了星光队对战昂小队 星光队长让大家保持阵型攻击目标 司诺将所有力量汇聚到一拳上 随即猛地一拳锤在地上 瞬间形成了一个保护罩 而昂趁烟尘四起 直接使用了木系恶魔之力 星光队的瞬间 被突然出现的树根困住 随即司诺直接猛地撞了上去 可星光队在最后还是躲开了 随后星光队长立马下令 全员绕开后重新整理队形 而这时司徒流二人已经来到了面前 你先关心关心自己吧 接着一人一脚猛地击出 星光队长还想叫人救援 却发现其他队友都被纠缠住 而且其中两名队友竟被昂一招解决 这时星光队长才想起闪亮队的忠告 你们要小心那个叫昂的 他应该才是队里的最强战的 而且也是整个战场的总指挥 你还在发什么愣 对手可是我们优 那又如何 我可是敏捷系的 你们看不到我的尾根的 好啊 我也是敏捷系 友会瞬间就绕到了星光队长的身后 好像我比你快了那么一点 接着用无敌剪刀脚夹住了星光队长的脖子 随后昂小队就获得了集体赛的胜利 接下来就是个人挑战赛 可以任意挑战其他队的成员 而这时 星光和闪亮队长齐齐指向一人 我要挑战留小队的 你们都要挑战他 只能分个先后 谁先来 而昂突然开口 为了节约时间 你们两位就一起上马 男人明明是最菜的新兵担子 可却直接撂倒了最厉害的两个老兵 就连城镇的第一战士都被他气势阵主 原来男人不仅是最强的战士转身 而且体内住着所有恶魔的王 八旗恶魔 更离谱的是 他还能吞噬并使用恶魔的力量 此时是积分赛的个人PK赛环节 两大老兵队伍的队长竟都要挑战了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昂却让他们一起上 这可把二位队长气笑了 这明显是看清了自己啊 既然如此那就不客气了 刘光记得按照计划执行 明白闪光 昂不知道的是 他这决定刚在两个队长的算计中 原来他们之前就私下商量合作 以昂的性格 他们同时提出挑战 昂肯定是让他们一起上 那么闪光队长假装主攻 刘光队长则趁机绕后结束战斗 此时闪光队长迅速地冲向昂 众人都睁不开眼 这闪光的强度是之前的五倍啊 看样子他们是要速战速决 而此时的刘光队长知道机会来了 迅速地闪到了昂的身后 可就在刘光队长准备队长一击时 昂却突然转头过来 早就猜到你才是主力攻击 刘光队长顿时一惊 随后竟仿佛被恶魔盯着 无法呼吸 而昂则直接用水系能力吸向他 没想到疼痛竟让刘光队长大叫起来 此时闭着眼的闪光队长无语 你偷袭 怎么还搞这么大声 而昂此时已经来到他面前 直接一个木系能力吸向他 顿时两位队长就被击飞 而吉耀堂听到了惨叫声后 就急忙跳下来要阻止他们 怕他们不计后果的战斗而导致受伤 何等烟尘散去 却只见昂一脸傻笑地站在那 众人惊讶这么快就赢了 就这样昂小队成功地获得了积分补低 奖励去B级城镇学习一周 这可把他们开心换了 那可是有三期核心战士的城镇 随后乔尔感慨 地下行动相对来说安全点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地下通道 一只二期恶魔正在大肆屠杀 二期核心战士 完了完了 本来是去B级城镇学习的昂小队 却遇到了正在大开杀戒的 二期恶魔 此时昂小队正跟着队长吉耀堂 通过废旧的地下通道 前往B级城镇配搭成 而小队成员还在疯狂地拍照 队长这个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呀 算起来可比我老多了 原来60年前的曙光之战后 精英战士的数量急剧下降 导致无法大规模的开拓领土 这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能量水晶 消耗殆尽 因此这个曾经无比庞大的地下通道 就不得不被迫废弃 这个还是在伟大战士昂的领头下作 这时其他人都纷纷看向昂 和你同名的昂建立的这个优 而昂自然而然地回答了一句 那都是小事 应该做的 谁知下一秒 吉耀堂队长转过头大吼 应该个屁 你又不是那个昂 你还以为是你的功劳啊 众人都惊讶队长居然这样就发火了 而吉耀堂也发觉失态 和年轻人在一起太放松了 随即让大家提高警觉性继续前进 此时的昂不禁回想起当年这里的情形 吉耀堂队长有一点说错了 这里其实是个巨大的地下城网络 试炼接着各个城镇最安全的贸易路线 只是没想到 这么伟大的工厂 在自己死后就被废弃了 这时 小队成员问吉耀堂 能量水晶是不是类似于胸口的恶魔核心 原来当时科学家想到 既然恶魔核心能够提供能量给战士 那么如果提炼出来会发生什么呢 就这样 在一次次的试炼中 终于合成出大型的能量核心 称之为能量水晶 没想到 能量水晶的能量之大 可以供应整个城镇所需的能量 相当于以前的电力 随后高级城镇就开始组织猎杀恶魔行动 从而收集和提炼能量水晶 随后再一级一级的分发到各个城镇 这次带你们去B级城镇 一是带你们长长见识 二是去领取分配给我们的能量水晶份 那如果能量水晶消耗完了 又不能及时补充新的 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整个城镇都会瘫痪 不能正常生产生存的物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城镇的防御武器都将失去作用 那将是一个巨大灾难 众人皆是无比惊讶 同时也有点担心 没想到能量水晶这么重要 不过吉耀堂随即孝道 不要紧张 正常情况下 现在我们城镇还能维持三个月 而且马上又要领新的能量水晶了 队长真是不吓死人不作数 对了 你们要想好要去问些什么用 要知道 佩达成作为B级城镇 可是拥有很多二级战士 更是拥有两名三级的高阶战士 听说其中一名 红布率可是高达69%了 众人顿时两眼放光 这也太强了吧 可昂却有点无语 喂喂喂 曾经高达96%的战士 可是在你们身后了 这时 妹子发现墙上有个按钮 就准备按下去 谁知 昂这时突然大吼 住手 那个不能按 接着只听咚的一声 是吉耀堂队长 给了妹子一个脑巴崩 这里的东西不要乱跑 还好昂谨慎 吉耀堂擦了擦牌子上的灰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紧急关闭按钮 只要是按下了 看见我们头顶上的这一个圈吗 马上就会从里面 落下万斤的铁块 从而隔断城镇 与城镇之间的通道 这是危机时刻 用来保全城镇的安全 昂没想到 这些设备还能正常运行 可就在这时 昂突然感受到了浓烈的杀气 绝查到了一场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随即叫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而这时吉耀堂 更是一脚踩到了一滩血 黑暗中一个红点 也在慢慢的靠近 何等走近一看 竟然是受了伤的佩达成战士 他看到昂他们后 直接就无力的倒了下去 众人都围了上去 你怎么了 佩达成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战士断断续续的说道 恶魔潮 袭击了佩达成 而且已经拉响了弃城警报 吉耀堂顿时一惊 弃城警报 这时其他人做着防守姿势 队长 什么是弃城警报 我们要去支援吗 吉耀堂沉重的说道 只有一种情况下才会拉响 那就是全城的战士都战死了 众人顿时无比震惊 那不就表示佩达成已经沦陷了 防野震惊 那不是死了很多人吗 可就在这时 突然黑暗中传来破风之声 接着一道能量直接贯穿那个战士 随后更是把他拉向了黑暗 忽然一只手猛地抓住他的头 找到你了 这时 一个身影缓缓地显现了出来 竟然是一头二旗恶魔 随后恶魔发出圣人的笑声 没想到还有活人了 看样子又有的完了 这只恶魔正准备杀了眼前这群员 谁知下一秒 其中一个男人竟变成了恶魔的样子 接着更是猛地一找就击穿了他的心脏 原来当恶魔扔出夺命之勾锡像黄毛时 却被吉耀堂及时挡下了这一击 恶魔没想到他还有两下子 可此时吉耀堂的手却被严重灼烧 如果再来一击肯定是接不下来 于是突然抓住恶的手 同时拉起其他几人就跑 可恶魔哪能放过他们 直接化身火焰瞬间就追了上来 众人心知现在只有按下墙上的按钮 在恶魔追上来之前落下巨石阻挡 才有活命的机会 可是此时恶魔已经近在咫尺 根本不可能把他阻挡在巨石里面 谁知这时恶猛地推了一把吉耀堂 而吉耀堂则拉着其他几人瞬间跌落到远处 众人顿时明白 恶是想要自己拖住恶魔 给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 恶魔也看出了他的意图 随即直接一个弹射袭了上来 而昂格果断一拳击在了按钮之上 接着一道门缓缓地从通道底部落下 司徒刘顿时想要去拉 可根本来不及 只能看着恶魔伸出大口扑向昂 最后巨石重重地落在地上 把恶魔和昂格在了另一边 此时吉耀堂知道不是伤心的时候 可是现在就算把另外两名大队掌喊 也是打不过这只二旗恶魔了 众人皆是一惊 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就昂了 而司徒刘还在不断地锤打着巨石 吉耀堂无奈 不要打了 那个门三旗恶魔都很难破开 至于其他的办法 突然吉耀堂想到了什么 随后迅速地朝着一个方向跑去 最后停在了一个比较小的洞口前 就是这里 可以通往一级城镇布莱恩 我们去找他们帮忙 二旗恶魔对他们来说很简单 随即几人快速地进入通道 与此同时 昂正一刀刺中袭来的恶魔 随后更是一脚踢飞他 终于不用隐藏力量 随即头上竟长出了一旗 全身的气势也瞬间墙上了树北 恶魔一惊 你是人类还是恶魔 昂笑到这个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知道你马上就要赶了 而此时恶魔也发现 昂虽然只长了一旗 可气息却强得太多 不过还好离二旗还差一截 可当昂释放出无数枝条席像恶魔时 恶魔却笑了 原来你是木戏 那巧了 我是火器刚好克你 随即全身释放出无数的火焰 瞬间就烧掉了席来的枝条 昂没想到恶魔这么轻松 就化解了自己的攻击 而恶魔则更加猖狂 我要吃了你转化成我的力量 随即口中蓄积一骨铃 猛地喷出一道巨大的火 可让恶魔没想到的是 昂不仅闪身轻松躲开自己的攻击 更是直接向着自己袭来 可恶魔随即又笑道 想要进身战 那里不是想快点死去的 随即全身燃起了火焰 可昂却突然出现在了恶魔的身后 借着静一掌击中后背 更是一把握住了恶魔的核心 谁告诉你我只有木系能力 碰巧我还拥有克制你的水性 随后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等烟尘散去 昂竟提着恶魔的头颅邪笑道 不知道火系的核心是什么滋味 完了完了 昂这次是彻底的怒了 直接进化到了二七恶魔形态 原来当昂击杀了二七火系恶魔后 看着手中的恶魔核心 膝带不知道吸收后会有什么变化 随即直接捏碎 顿时一股磅礴的能量涌入他体内 而头上竟再次长出来一根恶魔器 看上去活生生像的牛魔王 而这时突然从通道内涌入了一群无奇恶魔 昂心想来的正好 刚好试试现在自己的攻击强度 于是模仿起二奇恶魔的攻击方式 口中蓄积一股能量 然后猛的吞出 顿时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火面 而那些无奇恶魔瞬间就烟消云散 昂没想到提升这么多 于是决定去避急城镇看看情况 可刚出了地下通道口 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 此时的城镇竟是一片废墟 随处可见的都是倒下去的战士 这让昂想起了六十年前的最后一战 那个时候也是无数的战士英勇牺牲 此时昂愤怒地发现 恶魔不仅对战士下手 对待普通的平民更是残忍 竟直接用大型的群弓技能屠杀他们 这时突然一只乌鸦从身旁飞过 昂回头看去 竟然是两个三奇核心战士 被高高地挂在了墙上 看样子都是被一招致命的 昂不忍心看着他们这样 于是使用木系技能 用枝条把他们放下来 随后又慢慢盖上了他们的眼睛 你们已经尽力了 安息吧 可就在这时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放开他们 你这可恶的恶魔 竟然是一个存活下来的小孩 可当昂刚想该如何给他解释现在的谋 才能让他相信自己 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例子 直接击穿了小孩的脖子 昂定睛一看 竟是一头无奇恶魔 此时他无比愤怒 直接一招就击杀了恶魔 随后抱住小孩 你不要怕 我马上用木剂给你治疗 而这时小孩断断续续的说道 你到底是恶魔 还是人 人类啊 说完就没有了呼吸 昂看着死去的小孩 无比的痛心 对啊 我到底还算不算个人啊 可随后缓缓的站了起来 而全身则散发出甚人的气势 不过不管我是不是人类 所有的恶魔都必须死了 安人本是人类对抗恶魔的最强战士 却没想到 他死后竟然被最强恶魔复活 而且那只恶魔还住在他体内 此时昂看着死去的小孩 回想起他刚当的话 自己到底是恶魔还是人类 而这时周围围上来一群无奇恶魔 昂看着他们 不管自己变成什么 但是恶魔必须死 接着激发火元素蓄积在背部 猛地冲向围上来的恶魔 随后在空中留下无数颗火焰 接着就响起磁器笔伏的爆炸声 昂也没想到 火焰积攒在背部 不仅能带来速度的提升 还能像磷粉一样洒出去爆炸 只是可惜不能帮助飞行 随后又突发奇想 猛地冲向一个被炸上天的恶魔 一打抓住他的脖子 接着向他体内注入火焰 然后猛地向地面一扔 没想到 下一秒竟然爆发出惊人的爆炸 昂看着这一切 恶魔各个元素的玩法好像挺多的 越来越有意思了 而仅剩的几只无奇恶魔剑子 立马撒腿就跑 可昂怎么会让他们活下去 直接就弹射到他们面前 接着瞬间就秒了这几只小卡妈们 此时昂回想起 之前吉耀堂队长说 来币集城镇主要是来取能量水晶的 而他们城镇的能量最多还能维持三个月 自己必须去找到能量水晶带回去 可是偌大的城镇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突然想起自己现在的能力 随即释放出无数的树根 伸向四面八方 能量水晶是核心的集合体 应该会释放出能量波动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昂突然睁开眼 找到了 接着一个进步朝着一个地方奔去 最后停在了一个地下入口 原来刚刚探测到了微弱的能量 从这里发散出来 昂随即跳了下去 没想到 下面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公式 应该是城镇的能源传输系 那么能量水晶就应该在这里 随后看到一个水晶存放时 可他进到里面却发现 水晶竟然全部被破坏 而且还有几位已经倒下的战士 看来现在的恶魔越来越聪明 明显是有组织性的攻击 不过现在没有了能量水晶 只能去其他城镇看看有没有 随后找了一辆车向着城外开去 可就在他看地图的时候 突然天上掉下来一堆木头 挡住了去 还好昂反而迅速 才显显地躲开了 可当他下车查看情况时 突然一个女人声音传来 不许动 你是哪个列队的人 这时昂才发现 竟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女子 昂没想到在这遇到列队的人 她们可是一群游走在城镇周边的人 各个的实力都是顶尖的存在 这下有点麻烦了 男人本是人类的二七核心战士 却拥有五七战士才能使用的恶魔治疗术 此时昂给妹子治疗了手上的伤 妹子一脸歉意地看着她 自己最开始的时候还用喷子指着她 而且当时她怎么跟自己解释都没听 后面更是直接对她开了一喷 最后在她不停地劝说下 才放下喷子准备听她说 可是却没想到 这时真正的银狼列队的败类 直接偷袭打伤了自己的手 那一刻自己知道 等待自己的僵尸无比残忍的糟糊 果然如想象的那样 银狐列队的一把抓住自己的刀 发现自己竟然有几分姿色 就准备对自己行禽兽之事 却没想到 本以为早已跑掉的 竟然突然出现直接给了银狼那人意见 当时的他犹如山中的猛虎一样 可还是给了银狼另一人一个机会 让他赶紧走 却没想到迎接她的是喷 但他没有一丝害怕 反而一把抓住喷 瞬间就捏成了碎片 那个银狼的顿时一惊 随后居然傻傻地说道 你走吧 今天我们银狼就不与你寄进 可下一秒 迎接她的却是从地下冒出的拳头 自己当时也是一惊 这不是人类可以施展的能力 这时被打飞的银狼队员惊恐地说道 你居然有核心装置 原来是能使用恶魔力量的战士 自己这时才知道 他居然真的是城镇的战士 随后更没想到的是 他竟能用恶魔之力治疗自己的伤 想起之前听队长说过 好像只有四期以上的核心战士才能使用 可他却说他只是个二期的战士 随后他要去最近的城镇 问自己知道路吗 而刚好自己也要去哪 他好奇自己为什么要去 就给他讲了自己的遭遇 本来那个C级城镇被银狼列队的霸诈 他们在里面烧杀墙 而自己小队的人想要把城镇的人解救出来 没想到最后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因为自己的队长只是个二期的战士 而银狼队长在不久前已经突破到三期战士 所以都被残忍地杀害了 没想到他听了之后火冒三丈 直接就让自己带路 男人只是拥有二期恶魔力量的战士 却遇上了更强的三期紫色核心恶魔 原来是昂在妹子的指引下 来到最近的城镇 不过妹子说城镇里有一群强盗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们就在离城不远出下了车 随后准备悄地摸过去 可没想到这事突然出现了一堆无奇恶魔 妹子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那些恶魔下一秒就被昂给制服了 妹子疑惑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昂解释怕他们的血会引来其他恶魔 随后二人就来到了城门口不远处的草堆 可是奇怪的是 弱大的门口却没有人手 就在这时 突然从城内跑出来一对父子 好像在逃命似的 而他们身后则突然出现一只手 一把抓住男人的头砸在了地上 妹子认出那是银狼猎队的 立马就要开火救那对父子 可是昂却一把拦住了他 你这个很容易暴露目标 我们要先计划好再行动 可这时妹子突然惊讶到 快看那是什么 恶魔的手吗 此时只见一只巨手从城内伸了出来 一把拎着那对不省人士的父子回到城 随后妹子转头准备问昂怎么办事 却发现昂已经到了城门口 妹子无语 不是说好的要计划一下子 接着也跟了上去 到城门口时 发现城门口的那两个银狼的人已经被放逃 可突然他发现不对劲 这两个人怎么好像死了很久一样 而此时城里昂正在快速收割 为了抓紧时间救人 昂直接一招连击解决了所有的 这时昂发现这些人好像都被控制 因为背后有一条黑线 于是准备自己寻着线找到幕后的那个恶魔 而让妹子去其他地方看看还有没有人 昂顺着黑线 很快就到了一个城门口 二话不说 直接一脚踩开了大门 可惜还是来晚了 那对父子已经没了气息 这是一个声音传来 本来想留着这对父子在玩玩 没想到他们居然想要逃跑 昂抬头看去 没想到竟是一只紫色核心的三旗恶魔 怪不得能同时操控这么多人 而这时三旗恶魔爪子一挥 顿时一道残影猛地飞向昂 昂与其对招后 迅速躲开 竟是一个三旗核心战士 应该是银狼队的领头 而这时四面八方也突然出现了无数的战士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 幸运的人类 完了完了 昂原本要杀了三旗恶魔 却没想到 恶魔竟突然进化到了四旗 直接反过来就要嘎了昂 可千军一发之际 昂竟被另一只八旗恶魔给救 原来是当三旗子患恶魔操控战士攻击昂时 昂直接使出火系恶魔的技能 把被控制的战士都焚烧殆尽 心想这也算是拯救了他们 而三旗恶魔还想再操控 却发现怎么也不能操控 与此同时 昂直接持刀闪现到了恶魔面前 你没有可操作的傀儡时 你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了 随后对着恶魔核心就要刺下去 可这时恶魔镜把人类小孩挡在前面 昂只得硬生生地停下了洞 而恶魔则趁机直接一腿劈下 昂虽然利用水元素躲开了致命一击 可是腹部还是滑出了一个口 昂立马用木系能力开始治疗 没想到 这恶魔镜还能操控晶元素 此时恶魔笑道 原来你还有木系能力啊 看来只能冒险用那个东西 随后操控着一个人 拿来了一个装满绿色液体的事故 直接一口就吞了下去 而此时正在治疗的昂剑子 无顾伤还没治疗好 直接猛地举刀刺向恶魔的核心 可没想到 下一秒恶魔镜瞬间地走开 昂奇怪他哪里来的爆发里 突然他发现 恶魔竟然在吸取能量水晶的能量 可是一般吸收下去会暴体而亡的 而这只恶魔镜吸收到临界点就停了下来 难道是因为那管事迹 只是恶魔不可能做得出来这东西 而此时恶魔还在不断地吸收能量 接着嘴里突然吐出两个字 净化 最后一阵刺眼的光芒迸发而出 光芒见散后 手里玩弄着几个能量球 这就是似奇的感觉 真妙啊 接着突然对着昂一指 去吧 昂身边则瞬间出现无数的小球 顿时按道不好 接着急忙用木质把自己包裹 这时只听恶魔大喝一声 哦 接着无数的小球瞬间爆炸开来 直接把昂周围的树枝给炸碎 昂则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 随后恶魔更是用双脚刺穿昂的手 到此为止了人类 接着举起手中的镰刀就刺向昂 此时昂心想看来 今天是必死无疑了 可没想到刀在距离它0.01公分时停了下来 同时一个声音传来 可不能被你一个小角色给破坏了计划 没想到此时周围空间扭曲 接着从里面伸出来一只爪 猛地抓住了四奇恶魔的头 竟是一只恶魔从里面出来 随后嘴里突然吐出压缩二组 四奇恶魔瞬间就被扭曲了 最后只剩下了一颗核心 那只恶魔看着昂青笑 果然废物人类靠不住 他本是人类最强的战士 可是体内却住着最强八奇恶魔痴王旗 此时更是被另一只八奇恶魔黑王旗 从四奇恶魔手下救了他一命 随后更是把四奇恶魔的核心强行给他吸收了 昂也没想到 当他看到黑王旗时 就想起了他是当时杀死自己的另一只恶魔 可是就在昂以为现在必死无疑是 黑王旗却说道 人类真的是废物 连最强战士的你都这么费 再这样下去 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痴王旗 我来帮帮你吧 接着猛地一下就把四奇恶魔的核心 强行塞进了昂的身体里 昂顿时一惊 可还没来得及多想 一股强大的疼痛感就袭遍了全身 仿佛身体要爆炸开来一样 这个白痴女人是要我的命吗 还不快想点办法 此时黑王旗也是一乐 没想到你的身体如此的脆弱 接着密码使出了空间八面锁 死死地把昂压缩在了一个空间里 此时的黑王旗也手足无措 只能看昂自己的造化 可这时 黑暗中一双闭着的眼睛 突然猛地睁开 是谁在打扰我的沉顺 成了赤王旗的样子 黑王旗看着眼前的赤王旗 全身开始隐隐地颤动 甚至下一秒 竟然直接抱住了赤王旗 人家不是想你了 哪怕是你的容器也想来看 赤王旗静温柔地说道 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吗 你怎么又开始任性了起来 要是被其他的几个王发现就不好 黑王旗娇笑道 没事的 他们现在互相牵制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没时间管我的 赤王旗笑道 果然和我当初设想的是一样的 不过你还是莽撞了 这具身体和我们恶魔不一样 要经过不断地打造 才能吸收更多的能量 你直接让他从二旗吸收四旗 不是要他的命吗 黑王旗干大地挠了挠脸 人家不是想快点见到你吗 而且他都差点被杀了 好了好了 不过还好因为这样 我才吸收了一部分能量醒过来 你以后可别再插手了 免得他们发现点什么 知道了知道了 黑王旗还想再说点什么 可是远处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竟然是一个人类女子 黑王旗笑道 糟糕 忘记清理四周了 而是王旗则冰冷地看着妹子 与此同时 昂的意识正在向无尽的黑暗落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震惊地发现猎对妹子 竟然死在自己面前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遗弃 难道是自己杀的吗 自己真的变成了恶魔吗 瞬间一股无尽的怒气 从体内迸发而出 强大的能量直冲云霄 而同时昂的身上 则又长出了两个气 竟成功地进阶到了四气 他本是人类最强战士 此时却变成了四气恶魔 并且不受控制地杀了自己的队友 昂回想起之前和妹子一起的点点滴滴 无比沉重地点燃了妹子周边的木材 如果有下辈子 希望你能去一个没有恶魔的世界 随后思考起之前发生的事 那只八星与恶魔和体内这只恶魔一定有关联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巨星 不过现在也无法探测 只能先去其他城市找能量水晶 还有就是搞清楚 那个能让恶魔进化的试管来历 那个不是恶魔能制造出来的 还有不知道司徒刘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与此同时 吉耀堂几人来到了一级城镇布莱恩 并且请求武器和新战士科特去支援 可他们得到的消息 B级城镇佩达成遭受高级恶魔潮 已经沦陷了 你们要救的那名叫昂的战士估计也死了 可吉耀堂相信昂还活着 科特也不好直接不作为 于是说会安排侦察队员路过的时候留意一下 随后说自己要去处理猎魔大赛的事 等他走后 妹子也会问到 队长什么是猎魔大赛啊 那是S级城镇曙光城举办的 为了就是通过击杀不同等级的恶魔 来选出一批天才级的战士 而且还会给予独特的奖励 是所有战士都向往的比赛 不过最低也要B级城镇的才能参加 相信下一次我们就有机会 如果昂去参加的话 说不定能拿到名次了 可是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与此同时 昂来到了一级城镇皮克迪亚 正在与城镇指挥官 武器战士巴里斯交谈能量水晶的事 可是虽然他们现在有能力水晶 却不能给昂 因为按照规则都是分配好 昂他们只能去找B级城镇申请 现在B级配达城毁灭了 只能上报蜀光城重新安排 昂没想到这些制度如此的死板 看样子只能去一趟蜀光城了 随后咨询巴里斯 自己能不能替城镇去申请 却没想到答案是不行 因为需要在城镇有职位或者授权 昂无奈这样是回去授权 又得花多少时间 突然巴里斯说道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上级城镇做担保 比如我给你担保 昂顿时激动的 你要给我担保吗 巴里斯却说道 战魔大赛嘛 好久没听到这几个字了 当初可是自己一手创办的呀 昂知道所谓的先锋队员 就是去探测恶魔的各种情报 是大赛中最危险的 一不小心就会被恶魔包围 不过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答应 好就这么说定了 那个男人表面看上去手无腹肌之力 其实却是拥有四旗恶魔之力的战士 更是能直接操控低等级的恶魔 此时五旗战士带着昂来到那米装备仓库 既然你愿意当先锋成员 有什么装备上的要求会尽量满足你 这仓库里的那米裔你可以随便挑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 五旗战士心理却敌 他核心标示看不清 到底是个五旗核心战士还是魔索的标记 不过C级城镇来的最多也就是二旗 倒是他那股自信精灵员欣赏 这时昂走到一柄大剑起来 这个看上去不错 五旗战士却一惊 那个需要三旗以上的实力才能驾驭 你的实力怕是有点失利 可谁知昂直接拿下镶嵌在自己装置上 接着拿起巨剑绣了起来 不错不错 还挺称手的 比之前的小匕首好多了 五旗战士一愣 他居然驱动成功 难道他对那米一有什么独特的理解 不过好像听说有些天赋的战士 是可以无障碍使用高级别的装置 没想到是真的 这时昂问道 你们这有实战战场吗 我想去试试这那米一的效果 有是有 不过偶尔会出现一旗恶魔 我可没时间陪你去 没关系 一旗恶魔还是应付得来 那行吧 祝你好运 真是个有意思的家伙 要是我手下那几个四旗战士 有你这种自信 战力怕是要提升一大紧 随后昂就独自去往实战战场 你不去正和我们 不然我还不方便尝试我四旗的力量 很快昂就来到了目的地 可还没来得及多准备 背后就袭来了一只无奇恶魔 可却轻松地被昂躲开了 接着反手聚剑一挥 就解决了恶魔 果然还是大剑用起舒服多了 这时候面又出现了数只无奇恶魔 太好了 正还担心白天你们不出来 最近遇到的是太憋屈 刚好拿你们练练手出出气 接着就开始了单方面屠杀 此时的昂宛若来自地狱的恶魔 肆意挥动着手中的大姐 很快最后一只恶魔也倒在她的脚下 现在身体虽然随着恶魔之力的改造 比刚重生的时候强了很多 但是差前是还很多 就在这时 背后突然袭来几道树枝 却被昂背着身体一一倒下 回头看去 原来是两只木系和火系的一期恶魔 恶魔结结巴巴的说道 人类食物好吃 可让他们奇怪的是 这个人类怎么看上去不害怕的样子 他的那个表情应该是害怕了 不过后面的无奇都是他杀的 我先去嘎了他 接着火系的猛的冲了过来 燃烧把人类 可下一秒就被打得撞回了木系身旁 木系恶魔一惊 啥情况 可他还没反应过来 朋友瞬间上前一键解决了火系恶魔 这一期的着实有点弱了 现在该试试四期恶魔的力量 木系恶魔顿时一惊 你不是人类 天啊四期恶魔 尔郎直接对着倒下的恶魔使出了换系能力 按照之前那只恶魔可以操控人类战士 那我应该也可以操控恶魔 果然成功了 这种感觉真是奇妙了 木系恶魔无比恐惧 他能控制恶魔 此时的昂散发出的气息 比眼前的恶魔还要恶魔 你准备好了吗 打起来了打起来 昂差点和武器核心战士打起来 原来此时天快要黑了 可昂出去实战训练场还没回来 这可把武器战士巴里斯给积换 因为最近恶魔潮频繁的爆发 城门都会暗时关闭 这是巴里斯让属下汇报一下 最近恶魔出没的等级 没想到 不仅有二三起 甚至还有四起恶魔 巴里斯顿时有点头大 自己刚把那小子报名先锋队语 别被恶魔给吃了呀 随后不得不出城去找啊 一路上巴里斯依然小心翼翼 要知道多年前这里 可是五起恶魔都出现了 突然他感觉到 大量的恶魔正向自己靠近 一二起甚至有三起的 这时突然一只一起恶魔跑步 恶魔立马发现了巴里斯 顿时惊恐无比 五起战士 随后掉转头就要疯狂的跑开 可巴里斯瞬间就到了他身后 接着一声巨响震动四方 这时巴里斯脚踩恶魔 看到我了你还想跑 不过总觉得怪怪 恶魔和平时的习性不太一样 这时身临深处 竟然走来了一群恶魔 仔细看一二三起都有 不过他们看上去 怎么像丧尸一样 浑身死气 而且他们看到巴里斯并不害怕 反而越来越近 这时巴里斯直接拿出 内米一幻化的东西 看来要在天黑之前解决掉你 接着直接挥出一枕 强大的刀器瞬间袭向恶魔 所过之处寸草不省 可巴里斯并没高兴 因为后面又上来了一批恶魔 这时他身后突然出现一个声音 巴里斯立马反手就是一刀 却被那个身影一把挡住了 接着一个声音传来 喂喂喂 是我是我呀 你别乱砍了 巴里斯顿时一乐啊 你没事啊 随后巴里斯一惊 这小子居然挡下了我一击 刚刚那一下可是我十层的力量 哪怕四七战士都不敢应接 他真的是C级城镇来的吗 这时昂甩了甩手 你这武器战士的力量还真不耐 我的手都麻了 刚刚试验招式忘了时间 见谅啊 行了人没事就好 眼下还是先把这些恶魔解决了吧 你要小心点 这些三奇的还是会对你造成危险 可昂这时直接走了上去 说出的话更是让巴里斯震惊 放心吧 他们都已经死了 接着只见昂打了一个响指 难以置信的是 那些恶魔竟然一瞬间就倒了下去 巴里斯直接愣在原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后一把抓住昂 你怎么能控制这些恶魔 明明你是红河力量型的 这时昂直接拨开了他的手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没义我跟你讲清楚了 不过可以告诉你 我确实可以控制点死去的恶魔 在这末世 一个战士都会有点底牌不奇怪 巴里斯还在吃惊中 控制型的能力 在武器战士中都很少有耳朵 不过你越强大对我们来说越有力 行了明天出发去曙光城吧 而此时巴里斯不知道的是 在远处实战战场的场景 那里的恶魔尸体堆成了一座座小山 人类最强战士 六十年前为人类与恶魔大战 本以为会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 却没想到此时雕像都要被推倒 原来是当昂他们到曙光城市 看着如此气派的唯一S级城镇 昂不禁感慨 本来以为这一世要很久才不到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这时昂突然想到 那不是就可以见到自己的那六位战友 上一世自己带的最强的六豪姐吗 随后心想巴里斯作为五合战士 应该知道些有用的信息 就问道巴里斯 我想问一下呀 现在的六豪姐怎么样了 可巴里斯的回答却让昂一惊 你问的是新六豪还是救六豪 当然是问的最强战士昂带领的那六豪 没想到巴里斯一把堵住昂的嘴 你这家伙是真傻还是假傻 要知道新六豪最不喜欢听别人议论就六豪 至于王也早就改朝换代了 现在也有了新王 好了到了城里不要乱说 那就六豪现在是什么情况 没想到巴里斯一把抓住昂 你听不懂吗 叫你不要再问以前的事 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再次警告你 不要在城里再提救王的事 或许在你们C级城镇有人还认可他 可是在曙光城没有人承认他们的牺牲 昂盾石愣在原地 到底这六十年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不承认我们牺牲 为什么不能提他们六个 当初自己独自进入古王碑 是为了探寻恶魔为什么能不断引出的原因 难道自己做着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吗 当昂走进城的一刻 却被城内的景色给吸引 此起彼伏的各种特色建议 不愧是唯一S级的城镇 不过虽然变化很大 但是整体的布局没比 还是六豪守六方 王站中间 突然想起有个地方 还有自己的雕像 回头看去果然还在 不过却被无数的布条给包裹了 这时巴里斯走过来 这就是你崇拜的救王雕像 那时他还是很多人心的 不过听说不久后就会被推倒 重新雕刻一个更大的新王雕像 这时巴里斯突然捂住额头 真是碰巧啊 竟遇到了就六豪之一 昂一听立马顺着巴里斯视线看不去 只见一个披着绿色披风 抱着一束鲜花的女子 昂盾石浑身因为激动开始颤头 维尔丽娜 曾经最强的七合恢复系战士 丽娜 你过得还好吗 这时那女子吞下帽子 有人在叫我吗 突然这时出现一个人 一巴掌就打掉了丽娜的话 巴里斯一愣 巡逻战士 说了多少次不能在这里免怀 何况你还是救六豪的人 昂剑此却是一小 他们要完了 丽娜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可没想到的是 她却是蹲下去剪花 嘴里还说着 抱歉 可巡逻战士得理不饶人 不管你是谁 再有下次就不客气 要不是新王准许你们在城内 早就把你们扔出城外 自生自灭去 要怪就怪你们的救王吧 要不是他自以为是 人类现在也不用活得这么悲 这种人的雕像早推早好 可这时 丽娜却给了她眼光 不许你侮辱救王 臭婊子你敢打我 看我不打死 说着手就挥了过去 可这时 突然一把巨剑出现在她面前 你敢动她一下试试 看我废不废了 作为曾经最亲密的战友 王却只能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但却不能容忍别人欺负她 直接举剑对着蜀光城的巡逻战士 这也瞬间激怒了他们 纷纷掏出武器 小子 你想干什么 这是蜀光城 昂厌恶地盯着他们 你们这种行为 和城外那些禽兽列队有什么区别 眼看矛盾一触即发 这是巴里斯一把抓住昂的剑 对着巡逻战士解释道 误会误会 我们是皮克迪亚来参加猎魔大赛的 随后又看向昂 还不快收起你的剑 别忘了你代表的是皮克迪亚 昂此时也恢复了理智 缓缓地收起了巨剑 而寻成战士之道后 小声商量 算了吧 如果被执法队长知道 我们也难逃责备 被剑指着的战士 虽心有不甘 但还是不敢承担起冲突的后果 只能大声说道 既然是参赛的 就老老实实待在旅馆 这次就不计较了 随后气冲冲地带着人走了 这时丽娜突然凑了上来 是你刚刚在叫我 我们认识吗 昂差点就随口说出 你们最强的战士回来了 不过还好停住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是巴里斯突然说道 他呀 巧得很 也叫昂 热血青年 昂也立马装出一副 愣头青的样子 我就是看不惯他们欺负人 原来如此啊 我还以为 随后戴上了帽子 一边转身离开 一边缓缓地说道 你这还真是一个 让人头疼的名字 巴里斯此时却突然不爽了 看着丽娜 你好歹是个前辈 谢谢都不说声 昂拦住了他 算了 毕竟他曾经为人类付出过 我们先走吧 昂看着离去的丽娜 之后一定会找机会跟你说的 你有很多话想跟我说吧 一夜无雨 第二天就开始了猎魔大赛 街道旁都站满了人 昂紧紧地跟在巴里斯的身后 还真是怀念了 巴里斯看向昂 等大赛结束了 我就把你引荐给 能量水晶的负责人 谢谢你还记得这个事 放心一定拿一个好的成绩 最好是这样 但是别一不小心 死在了比赛中 这时昂突然看到了 人群中的丽娜 随即向他挥了挥手 可他却立马戴上了帽子 很快就来到了比赛的入口 这是在曙光城内圈出来的比赛区域 城内还有好几个这样的区域 巴里斯这时说道 好了 我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之后一切都要靠各位了 随后队伍向着集合点走去 此时现场已经有好几个队伍 当他们走进赛场时 就时时在直播中 这时昂的队友 突然齐齐向昂鞠躬 收集情报的任务就拜托你了 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付出的 接着纷纷都要和昂握手 搞到昂一阵无语 放心交给我吧 不过你们阵 我怎么感觉像送别会啊 我是不会死的 不要小看我哦 这时昂看着其他队伍的先锋 都一个个垂头丧气的 昂理解 毕竟这次比赛 对他们来说 都是九死一生 随后所有队伍的先锋都集合 等待出发 这时主持人说道 你们的任务 就是深入比赛区域 尽量的为队友 收集恶魔的情报 请务必小心小心 因为你不知道 遇到的会是什么级别的恶魔 昂此时发现 参赛的大多是二期核心战士 而巴里斯知道自己的实力 还送自己来 简直就是在作弊啊 这时主持人突然拉高嗓的说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本次比赛的裁判 六位伟大战士之一 狂顿十一惊 星六之一 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主持人接着说 那就是最强的双七期绿色 恢复核心战士 范迪伦 使人无数的四期恶魔 竟被人类活捉拿来祭棋 当练魔大赛的裁判 七期核心战士范迪伦进场时 比赛现场顿时像炸开了玻璃 观众七期高呼 范迪伦 范迪伦 而参赛的先锋队员也纷纷弯腰行李 可唯独一人例外 那就是昂这个闲眼包 你在干什么 还不赶快行李啊 那可是六豪之一的大人 昂却挠了挠肩膀 不好意思 腰不好 弯不下去 其实他是觉得凭什么就六豪不受人待见 而新六豪却被人追捧 不过他还是惊讶 都在以为范迪伦要发标识 没想到他却突然微笑的看着 什么也没说也没做 这时主持人立马出来原场 接下来是大赛的启动仪式 将会由新六豪范大人 斩杀一只四期恶魔忌器 顿时现场又都齐齐高呼 范迪伦 范迪伦 随后参赛的人员都退到一边 而范迪伦则走到主持人面前 你是新来的指挥官 是的 很荣幸能见到大人宁 而范迪伦则一下凑到主持人耳边 搞得主持人一阵娇羞 脸顿时就红了 可范迪伦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犹如坠入了冰窟一板 那么比赛结束了 我马上让人替换掉 什么新六豪新六豪 我最讨厌的就是和那几个人对比 你要不是曙光城的战士 我早一巴掌把你拍成肉泥了 而此时的观众还以为 他们在说着什么悄悄话 一个个都在起风 只有昂感觉到了主持人表情的变化 随后主持人直接亮亮腔腔的跑开 更是让他确信了心中的想法 接着范迪伦直接晃化了一个麦克风 准备放恶魔 随后地面开始了一阵阵路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箱子 缓缓地露出地面 就在这时 突然从里面伸出来一个恶魔的桶 接着整个身体都露了出来 他疑惑地看着四周 人类为什么不杀我 还把我放了出来 而且居然准备了这么多人类 伸得很蠢啊 接着猛地就扑向了观众戏 顿时吓得大家四散开来 可让恶魔没想到的是 突然出现一层能量罩挡住了他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节目表演了 你准备好了吗 你敢信 凶猛无比的四七金属性恶魔 竟把自己手刃插进自己嘴里 原来是当范迪伦把四七恶魔扔在地上好 恶魔心里顿时知道眼前这个人有点危险 不过作为不聪明的恶魔 眼里只有杀戮 直接举起手刃一挥 顿时一股强大的刀气袭向范迪伦 并爆炸开来 可是烟尘散去 范迪伦近一点是没有 原来是体外的绿色光照保护了他 可四七恶魔不管三七二十三 直接对着范迪伦又是猛的一举 可光照却纹丝不动 反而是触摸光照的爪子竟突然开裂 随后更是直接爆炸开来 恶魔此时很吃惊 区区绿合力量 怎么怎么如此的霸道 范迪伦看着他是不是在疑伙 为什么代表恢复的绿合 会有如此的杀伤力 恶魔却又举起手刃 就算只有一只手 也要拉你这个人类垫背 可这是突然面前出现几道绿色的光芒 接着身体和手刃就竟被七七捆住 忘记告诉你了 因为我是双七七绿合战士 不过作为恶魔 没有礼仪 而且话还多 那么就从你的嘴开始了 随后恶魔发现自己的手好像被注入了什么 正在无限的增生膨胀 就在这时 范迪伦控制绿色光芒的五指一挥 恶魔的手刃竟然直接插进了自己的嘴 接着他整个身体开始膨胀变大 最后他的身体承受不住 直接从内部猛的爆炸开来 空气中顿时充满了恶魔的血气 这时范迪伦张开手 就让我们以恶魔之血 揭开猎魔大赛的序幕 顿时整个会场高呼 六豪 六豪 昂此时也很吃惊 没想到双合的力量比想象的还要强 应该是双合相辅相成 产生了更强大的力量 不知道所谓的新王又会强到什么地步 不过一想到他们对待莉娜的方式 就算再强 也配不上王这个城市 这时主持人说道 请我们伟大的六豪退场 同时请先锋们回到场上 先锋们纷纷给范迪伦行李让路 可唯独昂这个显眼包 双手插兜 看都不看范迪伦一眼 就在这时 范迪伦突然停住了脚步 这位先锋 你等等 昂先是一愣 随后满眼不屑地看着他 怎么 有事吗 范迪伦缓缓缓说道 你好像 对我有点不满 昂不想惹出麻烦 立马笑道 你误会了 我只是习惯上场前就开始保持警惕 你是知道的 先锋这个位置可随时会丢掉小命 范迪伦对昂的这套解释也无计可视 只能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你真是个有趣的战士 我会实时关注你的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的 说完就走进了通道里 昂顿时气的清金直茂 关你屁事 不要让你失望 你算哪根聪 我扯恶魔的长子丸时 你爹妈估计都在玩尼巴 随后所有的先锋集结完场 主持人开始宣读规则 先锋就是小队在行动之前 探查森林的眼睛 你们的任务 就是要根据小队的实力 寻找出一条最优的战斗路线 帮助队伍在比赛时间结束前 更多的击杀恶魔获得击分 本次大赛不仅有无奇恶魔 还有部分一二奇恶魔 甚至存在少量的三奇恶魔 森林赛区练及辽阔 一定要先核对侦察路线 可不能拿生命开玩笑 顿时先锋们议论纷纷 无奇一奇的都还好说 就是怕打的时候 其他恶魔偷袭 至于二三奇的 看到了只能拼命的跑 这时主持人又说道 总而言之 各位一定小心小心在小心 别忘了以往的比赛 先锋的存活率只有36% 昂看着这些先锋 他们虽看上去是二合战士 可实力或许远远没有二合的实力 一看就是温室里的花朵 至那儿太过理想 甚至有的都已经开始苦绝 反而吉耀堂这些一合战士更加灵敏 生存的几率也大很多 就在这时 主持人受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事 那就是赛区内竟还有一只四奇恶魔的存在 不过还好的是 他是被囚禁在容器内 如果有队伍可以击杀他 那么比赛立即结束 这支小队直接获胜 四奇是积分巅峰 但是却没有队伍敢去触碰 可刚好 他却是我的目标 完了完了 猎魔大赛刚开始 昂就遇到了强大的三奇恶魔 原来当众先锋冲进森林 开始快速探寻路线 标记各处的恶魔情况时 可昂却一副饭后散步的样子 慢慢悠悠地走着 完全好像忘记这是在比赛 这可把他的队友们急坏了 他在干什么 扮上去一点也不靠谱 巴里斯指挥官 你看这个昂 可巴里斯却悠闲地磕着瓜子 前昂去练习场的表现 当时就欣然地同意了不管他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有人却在一直关注着 那就是七合战士范迪伦 给我调一下这个先锋战士的资料 属下很快就查到 这个是皮克迪亚城的三合战士 原来是三合的 怪不得目中无人 还如此悠闲 那他的名字叫什么 这个这个 他的名字叫 这时范迪伦一把就抓碎了一把 然后一脸杀气地看着属下 你说他叫什么 属下立马惊喜说道 不关我事 我只是照着资料说的 你看资料吗 快跑啊 那边有三齐恶魔 狗命要紧啊 而这人正是昂 三齐吗 可这个方向恰好是我要去的方向 而这时 前面突然伸出无数的树枝 瞬间就刺穿了好几个战士 接着走来一只三齐木系蓝色核心的恶魔 随后二话不说 直接操控树枝席向昂 昂却轻松地躲开了这致命一击 而三齐这时却已经近在咫尺 该死的人类 昂知道有很多人在观看 不能直接暴露太多实力 只能速战速决 随后猛地袭向恶魔 就在恶魔爪子要碰到他时 突然身体后仰 一个划蝉躲开这一击 接着划到恶魔核心的位置 直接拿出内米一句解 瞬间刺穿恶魔身体 同时把核心也给顶得出来 恶魔死得不能再死了 看直播的观众顿时无比惊讶 那个战士竟秒杀了三齐恶魔 他好强 而昂这时则看向远处最高的观景台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四齐恶魔应该就在前面不远处 那个位置刚好可以让身份高的人 直接看到现场最清楚的战斗 此时的范迪伦也发现了昂的目标 竟然是关在箱子里的四齐恶魔 男人一刀劈开关押四齐恶魔的封印 下一秒 蓝河水元素恶魔破箱而出 原来昂在秒杀了三齐恶魔后 就快速地判断出关押四齐恶魔所在的位置 不过越往深处 恶魔的数量和攻击都在成倍地增加 昂觉得有点古怪 本来想研究一下 但是数量实在有点多 只能放弃想法全部杀掉 随后看向最高看台处 四齐恶魔就应该在那个山峰上 接着就谨慎地向着那走去 与此同时 六毫范迪伦正好奇地看着昂 没想到野心挺大的 你们队的目标原来是四齐恶魔呀 就是不知道是你的决定 还是你们小队的意思 同一时间 原本还在给巴里斯告昂的状的小队成员 此刻却都实话在休息室里 他怎么这么忙 我们现在分数榜都第一了吧 而巴里斯却惊讶 这小子难道要去找四齐恶魔 你这个家伙 可不要给我添麻烦了 而就在这时 昂终于找到了藏在深处的大箱子 里面正是本次大赛的最强恶魔 与此同时 演播室内的主持人看着昂 亲爱的观众朋友 提克迪亚城的先锋 已经找到了四齐恶魔的位置 此时定是在心里拟定行动路线 相信马上就要离开了 可随后现场几万观众却呆若目击 昂不仅没有离开 更是一刀就砍开了铁箱子的封条 顿时容器的限制直接解除 此时犯狄伦狂笑 有意思有意思 原来不是小队的计划 而是你想单挑啊 同一时间 主持人颤颤巍巍的说道 你们敢信吗 他竟然要独自面对四齐恶魔 这可是猎魔大赛有史以来 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而现场的观众早已热血沸腾 提克迪亚 提克迪亚 杀了他 杀了他 与此同时 小队的成员不可置信 巴里斯指挥官 狼他怕不是疯了吧 那可是四齐恶魔 他必死无疑的 巴里斯此时也犹豫 到底自己找他是不是对了 虽然之前见过他 那神奇的操控能力 可这是四齐啊 连我武器核心战士 都要使出百分百战力 小心应对才行 希望你能活下来吧 这是 装恶魔的容器顶部突然炸开 接着一只四齐兰 和水系恶魔跳了出来 终于出来了 嘿嘿嘿 好香的味道 恶魔看了一眼四周 什么情况 就一个人类战士 那就先拿你开刀吧 好久没吃肉了 随即变成一道水龙卷西巷 昂见此立马挥起一道土墙 想要挡住恶魔迅猛的攻势 可是却还是被轻松的穿透 接着恶魔瞬间恢复成本体 猛的伸出爪子 被撕碎把人类 可就在这时 突然从地里竟钻出另一只恶魔 一把就抓住了四齐恶魔的爪 昂甩了一下风衣 谁说我是一个人的 与此同时 又一只恶魔从头顶袭了下 顿时地面炸裂开了 而四齐恶魔却躲开了 怎么回事 从来 死亡的味道 他们被操控了 此时昂的身后站着三只恶魔 宛若带领恶魔军团的地狱魔军 怎么了 是不是吃惊 这原本是属于你们的专属技能 现在却用来对付你们 正应了那句话 失忆长期以致意 与此同时 正在观战的范迪伦一惊 那些是他刚刚杀死的恶魔 而巴里斯则舒缓了一口气 果然使用了那个能力 看上去效果还不错 同一时间 观众席上的人都大叫 天啊 战士可以有这种能力吗 逆天的存在啊 此时三只恶魔纷纷地冲向四旗恶魔 他则幻化出三只水剑 区区二旗也敢搬门弄粉 吃爷爷一剑 可就在这时 他的头顶突然出现了一道深意 接着下一秒 毫无反抗地就被直接踩成肉脚 没想到竟是原本看戏的范迪伦 王此时很震惊 单单一脚 就把四旗恶魔给压爆 他的实力怕是有一点点强啊 这时范迪伦抬头邪笑地看着啊 抱歉 我实在是很好奇你的实力和能力 所以 想要和你简单的切磋一下 可以吗 这是旧时代王的重生 一个是星纪元六豪之一 到底熟强熟弱 各位粉丝老爷拭目以待 此时七合战士范迪伦看着四合先锋昂 真是大开眼界啊 连死去的恶魔都能操控 闻所未闻的能力 接着释放出强大的威压 我可以确认 四旗恶魔不是你的对手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来试试你的实力吧 此时的昂特是无语 这要收拾我 麻烦把那股敌意掩藏好点 连装模作样都不会 范迪伦看着一点也不慌的昂 有些吃惊 你这临危不惧的气势 很难相信你是个新兵蛋子 这个得感谢我的队长 因为我有着特殊的天赋 所以对我格外上心 才有了现在的我 你是知道的 天才总是站在山巅之上的存在 有趣 太有趣了 那么 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所谓的天才 此时皮克迪亚休息室内 大伙无比惊讶 六豪要亲自测试昂的实力 这从未有过的呀 那我们是不是稳坐第一 指挥官巴里斯此时遇到不妙 这家伙怕是要失控 与此同时 观众席上众人无比激动 你们猜那个先锋 能在狄伦大人手上撑几秒 会不会比那个四七恶魔还要快 快看 打起来了 此时范狄伦突然逼近昂 先吃我一拳 接着一拳就打向昂所在的位置 瞬间就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昂因为一直都提防着他 所以第一时间就一个弹跳躲开 可是还是吃惊 他的速度和力量之强 就连激起的石子都如子弹般威力 仅仅一不小心下 脸就被划出了一道口 昂心之不妙 这家伙来真的 没有一点留守的意思 而此时范狄伦觉得越来越有意思 原来你一开始就在提防我了 不然还真躲不开那一击 可接下来你可要更加小心了 昂吃力的站了起来 打之前能回答我一个疑问吗 你好像对我很不友善 谁知下一秒 范狄伦就出现在昂的身后 原因有三 昂还没来得及反应 一股能量就钻地而出 第一我很不喜欢你那桀骜不驯的态度 此时的昂被能量冲击着倒退数米远 可还没来得及缓口气 范狄伦又出现到了他身后 接着又是一道能量冲击 这第二 你身上有恶魔那恶心的臭味 而昂这次没躲得及时 身体不受控制地撞断了几棵树 可身上的疼痛比不上心里的吃惊 看来还是被觉察出来 不过他应该也只是感觉我身上有恶魔气味 自从上一世遇到八七恶魔那一次 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这种等级差的压迫力 而这时范狄伦又出现到了昂身后 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的名字真是让人讨厌的几 昂顿时气的脸貌清金 说白了 是对曾经的王 那个叫昂男人的厌恶吧 没想到 当年自己和队友的牺牲 却换来如此的下场 这时范狄伦不准备跟昂完了 好了到此结束 可昂此时怒气之爆满 你算什么东西 接着猛的转身 持剑冲向范狄伦 随即一红一律 两股狂暴能量猛的对撞 下一秒爆炸之声响彻天地 随后烟尘中飞出一道深影 而且还不断地滑行树米 才停下来 竟然是范狄伦 而且他脸上还出现了一道口 他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差点阴沟里翻船了 此时他看着对面气势滔天的昂 这家伙还真有两把刷子 现场的观众也是一个个愣在原地 天啊路 那个先锋竟然和狄伦大人对击一招而不败 而且还伤到了大人 什么时候人类中出现了这么一位天才 而此时范狄伦虽然脸上的伤 因为绿和能力而恢复 但是这面子丢得太大 再加上听着背后观众席上传来的话 顿时怒火中烧 接着猛的下蹲 下一秒 强大的能量在周身形成一圈气人 必须杀了你 之后只要说你有恶魔气息就可以了 而不知情的观众还在大火 快看 狄伦大人使出了绝技死之王轮 那个先锋肯定一招败美 不过大人一定是点到为止 让我们一起高呼吧 与此同时 范狄伦一个弹射席向昂 此时也感受到了他的杀意 看来不能再隐藏实力 既然你要找死 那就送你一程 接着两人使出全部的能量冲向对付 可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二人上空 接着直接猛地下坠到二人中间 瞬间释放出一个光照 竟是挡住了范狄伦的攻击 而范狄伦因为能量的反弹 不断地向后退 你居然来了 可是你这样的行为很不明智 此时烟尘中慢慢显现出那道身影 竟然是救六毫之一的七合战士 维尔 丽娜 不好意思 你说你很讨厌这小子 而我刚好却很喜欢他 所以今天必须保他 来了来了 新救六毫中的绿色七合战士打起来 原来救下昂的人 正是救六毫的丽娜 范狄伦笑道 维尔丽娜 难道你忘了之前的约定吗 你们是不允许再穿上战斗服的 这是要明目张胆的挑衅新王的规定吗 麻烦你搞清楚 我只是不允许参加猎杀恶魔行动 而且如果我只有战斗服没有其他衣服 难不成还要我吃身吗 昂此时笑了 丽娜还是和以前一样心之口怀 只是没想到上一世是我站在你前面 现在变成你站在我的前面了 这是范狄伦音笑道 不要以为我会给你面子 不需要你给面子 不过今天这种场合 作为高高在上的六毫 不适合再起冲突吗 我身后这小子 是我故人之子 你对他的测试已经够了吧 可范狄伦却突然释放技能 果然还是那么让人生厌 丽娜见此刚要释放防护技能 昂却突然出现挡下了这轮攻击 丽娜一惊 仿佛看到了前世昂的身影 随后直接跳到了昂前面 范狄伦你真是由言不计 接着就猛的冲向了他 而昂知道丽娜是动怒 可他一旦出手 必有伤亡 必须阻止 就在二毫要打在一起时 却突然传来昂大吼的声音 谢谢伟大战士范狄伦的指导 这把正拿出大招的范狄搞的疑了 什么 我说谢谢你教了我这么多战斗技巧 这时观战席上的人也开始高呼 范狄 范狄伦 巴里斯都是疑了 这昂小子在做什么 范狄伦此时无语的狠 现在这种情况不适合再动手 随即打开麦克风 皮克迪亚的昂表现出色 我宣布 本次大赛的冠军就是他们 此时在休息室的众人都弄在原地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躺云 随后立内见此件事了 就准备离开 不过在路过昂身边时 给他说了一句话 昂的表情顿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随后昂就回到了休息室 被大家举高庆 巴里斯感谢昂赢下了比赛 随后一把把昂抱住 今晚庆功 昂立马直起了身子 你还记得之前答应我的事吗 记得记得 我会作为你的担保人 这样你就能和能量水晶负责人谈话 那就麻烦你们 晚宴我就不去了 还有点事 与此同时 城外的一处高山之上 正站着一个人 此时换了一身行透的昂 缓缓走来 你来多久了 而那道身影顿时愣在原地 随后缓缓地转过身来 你果然来了 接着眼里夺框而出 你真的是那个昂吗 原来刚刚丽娜跟昂说 在秘密基地间 并没说基地在哪 可是昂来了 他不得不信这人就是那个昂 你就人类的最强战士昂 终于知道为什么人们都憎恨他 原来是丽娜跟昂约定好 在秘密基地见面后 就一直在这里等他 此时他看着石头上 自己和昂的名字 不禁回想起当初 自己偶然间发现了这个地方 不仅安静 而且还能一览全场 第一时间就带昂来到这里 而且和他约定好 这是两人的秘密基地 不能对外人提起 却被他一个脑瓜崩 多大个人了 还弄秘密基地 当时的自己暴跳如雷 这个榆木脑袋 随后二人一起看着日落 接着在石头上 刻下了二人的名字 此时没想到昂真的来了 丽娜有些激动 你还记得我们的秘密基地是吗 而昂则有点犹豫 到底要不要跟他说真相 谁知丽娜突然转过身去 抱歉我失态了 吓到你了吧 你和我过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很像 不过你怎么可能是他 所以可这是昂 突然喊出了两个字 丽娜 真的是你 昂此时也放下了心里的纠结 是啊 看到你还活着真好 我回来了 丽娜一下子就扑进了昂的怀里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你知道我等你多久了吗 我知道你等得很辛苦 可是当时的我也没想到 这个世上还有八旗恶魔 更没想到 我会穿越到六十年后重生 丽娜吃惊 穿越 没想到这个世上真的有这种事 还有古王碑里有八旗 不是最高才七旗吗 很难懂吧 目前我自己都还没理清来龙去买 而且还有更诡异的 我的体内还潜藏着奇怪的东西 丽娜微笑的看着 不管怎么样 总之你活着真好 对了丽娜 为什么如今大家对就六豪如此疑 当年为了他们的生存 我们可是将生死都置之度外的 丽娜叹了口气 这其实是因为你 昂一惊 我妈 你还记得当年你带领战士进入古王碑时 其实是有很多人都在极力劝赌 不要贸然进去 因为以当时的情况 恶魔已经归缩在古王碑 所有人都想稳住当时的平衡 但是你并没有听取意见 而是觉得斩草必除根 可谁也没想到 却是你战死的恶号传来 随后消息飞速的传开 战士们的士气和信心都跌到了谷底 无尽的绝望笼罩着整个人类 而就在这时 恶魔朝竟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复 一路势如破竹 无数的战士都死在了那场浩劫里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如果你当时听权 人类现在都不会这样被动 而随后出现的新王和六豪 恰好又是当年反对你进去的人 所以大部分人应受到他们凝起 更加痛恨 以及和你一起的战士 最后新王直接撤去了 我们那批人的战士身份 此时昂内心久久不能平息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吗 当年害死了那么多人 我到底做的对的还是错的 还让你们受到这么多委屈 丽娜甩了甩头发 这么多年都已经习惯了 事情也渐渐的平息了下来 谁对谁错又能改变什么呢 不过你现在重生归来 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可昂却激动了起来 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当年也是为了人类未来着想 丽娜轻抚昂的脸颊 你的苦衷 我全知道 但或许你也不能怪他们 当年的结果确实对多数人来说 是无法接受的事实 而作为王的你成为了他们泄愤的对象 那当年的六豪人都去哪了呢 其中三人在之后的战斗中牺牲了 剩下的黄河战士安染身负重伤 归隐在某个小城镇 而我本来也准备离开这充满回忆的你 遥渡此生可存活的蓝河战士德下 却由于反抗新王 而被打断了双手双脚关在地牢里等死 我不得不想办法救他 什么 他们居然这么对待你 真是该死 可你们为什么不联合就不反抗 丽娜叹息 因为新王太强了 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三种核心七起战士 我感觉就算当年的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你也看到了 现在的新六豪的实力 都大大的超过了过去的我 可那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德下受此折磨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不过新王的三合到底是怎么办的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对抗他吗 这是丽娜开口 有一种办法你或许可以试试 你知道的 恶魔现在掌握的是元素之力 你可以这样 昂终于知道 为什么就王打不过新王啊 此时昂当从丽娜口中得知新词元素之力 他满头问号 丽娜解释 要知道恶魔当初只有六种核心 赤黄绿蓝紫黑 可现在去净化出了新的能力 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之力 昂顿时恍然大悟 怪不得我体内是这样的 那不是现在就岔土元素就圆满了 不过这与战士有何相干 如果战士能够融合元素之力呢 他们能融合 那是不是就可以操控元素 是的 不过并不是谁都可以融合 需要五合战士以上 而且还需要去多古拉买骨城堡 争夺一颗融合核心 这个地方你应该不陌生吧 当然熟悉的很 现在都历历在目 那可是我们当年和恶魔交战最激烈的地方之一 一眼望去 全是恶魔和我们战士的失误 所以才被叫做买骨城堡 我知道你不会忘记的 就在这里 有人某天突然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恶魔 他们不仅一出生就是武器 而且与其他恶魔不同的是 他们胸口还悬浮着一颗融合结晶 而这就是战士融合元素之力的关键 但是最低也需要武合战士 并且身体素质一定要强 才能扛得住融合 那有融合了五种元素的人吗 怎么可能 只能融合一种元素 再多一种都会暴体而亡 要知道五种元素直接是相生相克的 就连现在的新王他们也只融合了一种 什么 你说他们也融合了 那范迪伦和我交手的时候 并没有这种能力啊 可能是顾忌现场观众 他是特别注重在人们面前的形象 要是全部实力的话 你恐怕还手之力都没有 虽然很不想承认他们的实力 不过确实比我们当年强太多 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 还没能救出德下的原因 难道我是因为体内有八旗恶魔 才能融合这么多元素的吗 不过现在要救人 还得变得强大才行 看来我得去多古拉买股城堡走一遭了 可你现在还没到五合战士 那都是一般人才那样的 也许这一世我不需要遵循这些规则 随后昂直接找到了巴里斯 我临时有事 需要马上沟通能量水晶后救 还说好好玩几天再说了 没想到你这么急 放心 答应你的事没问题 就在这时 昂突然好像看到前方有几个熟悉的背影 心中猛的一息 那是 大家 而这时司徒刘也突然转过头 好像听到了昂的声音 没想到的是 眼前真的出现了那个魂牵梦绕的人 大家快看 那是 我们的昂 众人猛的回头 真的是啊 我没在做梦的 接着都齐齐的扑向昂 想死我们了 只要躺一把握住昂的手 你小子才多久没见 就长这么结实了 是不是比以前还吃得多了 我们原本是在这里看猎魔大赛 没想到打听到了你的消息 就来找你 这时巴里斯突然向后走去 这么久没见了 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哎呀 刚刚太激动 怠慢了您 真是不好意思 谢谢你对昂的照顾 巴里斯挥了挥手 是我和皮克迪亚受他的照顾才对 你们聊 我走了 这时队友凑到昂面前 你去跟司徒刘说说话吧 自从和你分开后 他几乎就没怎么吃过东西 整天都是死气沉沉的 没有一点以前的精神剂 随后昂走到他面前 队长 好久不见 我来报道了 对不起 让你操心了 司徒刘突然捶了他一举 下不为力 一定一定 再怎么打我也不走了 此时昂不知道的是 丽娜正在远处看着他们 他们现在的模样 真的很像 当年的我们呢 完了完了 最强战士昂 却躺在地上连眼一息 原来昂和司徒刘去了多古拉买谷城堡 找融合水晶 虽然经过厮杀 得到了一颗 可是昂也受了点伤 司徒刘大喊 昂不能睡 我们要一起走出去 这时昂手中的融合水晶 却落在了地上 而同一时间 一只武器恶魔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黑黑人类低级战士 杀杀杀 接着瞬间就出现在了他们头顶 一招就将二人给击倒在地上 随后恶魔缓缓走向 还在颤抖的司徒刘 而司徒刘则伸出手 想要拉住不远处昂的手 对不起没保护好你 就在这时 司徒刘突然睁开了眼 原来是做梦啊 吓死了 可是怎么那感觉如此的真实 连受伤的痛都能感受到 算了先不想了 出了一身汗 还是先去洗个澡吧 就在这时 昂突然一脚踢开了门 刘你没事吧 刚才听见你在大喊 随后看见了大家都喜欢看见了你 顿时昂老脸一红 而迎接他的则是一个飞来的枕头 没人告诉你要敲门吗 一脸委屈的昂都闹着 还不是听见你叫声 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吗 我去外面等你 没过多久 穿好衣服的刘走了出来 走吧 刚才的是不准给他们说 好好好 你休息好没啊 今天可要赶很多路哦 以我们现在的位置 全速的话 傍晚时分就能到多古拉买谷城堡 据说门口还有守卫 要通过测试才能进去 真麻烦 还不是为了人类的安全 以及高级战士能方便去获得水晶 才驻扎了这么多人 不过你真的不怕吗 没想到吉耀堂队长说了一句 已经直接答应了 队长还不是不放心的 才让我这个绿合恢复系的跟着 而且我来还有目的呢 就是要达到二合战士 再说 我是小队队长 不能让你像上次一样独自离队 昂听后心里一阵暖意 嘴角不自觉的上扬 司徒刘却突然发唬 你笑得怎么这么猥琐 是不是在想刚刚的话吗 没有没有 赶紧走吧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多古拉买谷城堡门口 此时现场到处是喊组队的声音 而门口则是排着一条长龙等着进去 还有些摆地摊在卖装备 此时有些人注意到二人 嘲笑惊讶声顿时响起 快看这个组合真奇葩 四合合一合的 哈哈哈哈哪里来的小屁孩 是来送人头的吧 不过他们应该通过不了测试 估计是来长见识的 而昂却浑身充满了战役 看来我们被小瞧了呀 等会不知道他们表情会是怎样的 四合战士竟要和六合战士打起来 原来是当昂二人到了买谷城堡时 就被一个红毛嘲笑 四合的小毛海 还学人家带妹子 真不知道哪个地方来的垃圾 昂听后却没有任何反应 反而拉住要发火的司徒柳 别理他 刷存在感的傻子 此时周围的人也议论了起来 居然是尤拉城尼尔家族的乌托少女 他也来争夺元素水晶 那个拿着巨斧的竟是六合战士 果然有钱能使墨推骨 有这人的保驾护航 估计这次的水晶要落他家了 这时乌托看着司徒柳 你应该听说过我米尔家族吧 买骨之地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是绿盒吧 刚好少爷我的右手还差个医疗师 可以给你哦 司徒柳看了一眼乌托 然后转头和昂说了起来 完全把乌托当成了空气 乌托顿时大怒 真是给脸不要脸是吗 这时司徒柳忍不住 只有废物天天把家族挂在嘴边 乌托一把推开身边的眉米 你呀信不信我一根手指碾死你 是吗 我司徒柳虽然实力不行 但是胆子却大得很 这时乌托猛地冲了上来 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可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之间 稳稳地抓住了乌托的手 快给我放开 不然连你一块收拾 是吗 不管你什么大家族 先动手就不对了 再说在这个地方闹事 守卫也不会让你进去的 你要不再考虑考虑 有的是机会 乌托顿时想明白了 直接从旁边走过去 你们给我等着 而当扛巨斧的老头 从昂身边走过时 暗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 接着脚步拙痕迹地踩了地面一下 顿时地面的石头 快速地席向昂 可是昂像是早知道一样 轻松地用手接住了石头 老头不可置信 这小子竟用手就接住了我的攻击 他反应速度恐怖就算了 手居然没有被射穿 原来是昂提前就把手给金属化 这时老头走向乌托 少爷 看来我们拟定的元素水晶争夺名单 要把这小子列为最有威胁的争夺率 我看不透他的实力 但是肯定不止表面看上去四盒那么紧 有机会的话 先杀了他们两人 与此同时 昂二人来到守卫出测试 没想到他们一个42% 一个54%的同步率 看栽了阅人无数的守卫 你们这是哪来的天才啊 昂却没正面回答 我们可以进去了吧 守卫不断地点头 昂此时也有点小惊讶 这小妮子之前才39% 到了一盒后 竟提升到了42% 看样子潜力无限 这时守卫再次说到 里面最低的是三骑恶魔 你们确定要进去吗 是的 我们有能力足够自保 一切后果我们自负 从来没有过低于五合的战士进去 你们是第一队 希望你们能活下来 但是还要提醒你们一下 元素水晶只有特殊恶魔才有 而且一段时间只会出现一只 所以你们不仅要面对恶魔 还要面对众多实力强劲的战士 谢谢提醒 我们会拿到元素水晶的 随后二人就走进了身不见底的大门 完了完了 昂二人刚进买谷城堡 就遇到了五骑恶魔 原来当他们进到里面后 发现到处都是恶魔的身影 只能小心翼翼的前进 昂此时感叹 这里曾经可是和曙光城一样大的 而且位置是整个大陆中心 比曙光城更有发展前景 可是却因为恶魔的入侵 导致这里变成了主要战场 最后被恶魔完全的占领 因此人们称这里做买谷城堡 这也许是为了遗忘过去的繁荣吧 司徒流打句道 你知道的还蛮多的 昂板的白手 没有没有 到厅图说罢了 休息差不多了 走吧 在找到携带元素水晶的恶魔之前 我们尽量避开战斗 保存体力 这时司徒流看到远处有人在战斗 昂我们要去帮忙吗 在这买谷城堡内 最好不要帮 你永远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像我们在城门口遇到的那几个家伙 有的人甚至比他们还危险 所以以防万一 现在还是暂时收起善良比较好 可就在这时 昂的瞳孔突然伸缩了一下 下一秒 竟然凭空出现了一只恶魔 向他们袭来 随机猛的一掌挥下 瞬间就击碎了大地 不过还好昂在最后关头 就下司徒流闪到远处 此时武奇恶魔有点吃惊 居然躲开了我的攻击 我水系的攻击可是无声无息的 司徒流此时才反应过来 这家伙什么时候到我们身后了 昂看了恶魔一眼 这家伙应该是变成水形态 悄悄靠近的 现在我们需要速战速决 不能引起其他恶魔的注意 所以直接拿出最强实力来 恶魔大笑 快速解决我 就你们一个四合一个一合的 接着身形突然模糊 下一秒就出现在R人头里 你们连我的影子都追不上 真是太可爱了 随即五指一张 顿时数十个水元素凭空出现 接着化为无数水渊射向R人 昂立马挥出大刀格挡 同时让司徒流靠近自己 一阵全覆盖轰炸过后 恶魔大笑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 你们的尸体我都不会多看一眼了 可烟尘散去 他面前却出现了一个木球 表面还有金色液体在流动 恶魔一惊 木惊喜 元素之力 怎么可能 人类战事不是要五合 才可以掌握元素吗 此时木球散开后 R人毫发无损地站在那里 接着下一秒 昂直接冲向了恶魔 恶魔则立马召唤出水柱席向昂 水元素攻击吗 不知你会 看我的 随后瞬间变成水形态 一一躲开了恶魔的攻击 拿眼间就来到了恶魔的面前 你现在还有时间发愣 可恶魔却突然笑了 就这点实力 我不过是想玩玩而已 这时昂却大叫 瞬间就给恶魔来了个扣心凉 胸口的核心也被禀了出来 身体则无力垂下 昂看着司徒流 不错不错 这波配合我给一百分 司徒流则拿起了恶魔的核心 你这五七核心 我一合战士就收下了 不过我也不会多看一眼你的尸体 男人刚越级击杀了五七恶魔 没想到下一秒 竟被同为人类的六合战士攻击 原来司徒流拿到恶魔的核心后 发现昂的脸上受了伤 于是准备找个地方先帮他恢复 昂却摆了摆手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我还没那么弱不经风 可这时司徒流却一本正经 我的职责就是治疗你 无论大小伤 这是我存在的意义 昂也拿他没办法 好好好 你说的对 我们要时刻调整到最佳状态 可就在这时 司徒流却惊恐地看着昂的上方 小心 此时只见一个黑影师傅袭来 司徒流虽然第一时间躲开了 可昂却没能躲得开 地面都直接被震得四分五力 等烟尘散去 没想到昂在千军一发之际 用刀挡住了攻击 这时背后那个人说的 我果然没猜错 你并不是像看上去那样 只有四合战士的实力 现在看来 起码达到五合之上 隐藏够深了 昂直接用力一挥大刀 击退了身后那人 滚开 此时他才看清 偷袭之人竟然是在门口 遇到的六合战士 这时司徒流直接准备 给昂套上治疗 却没想到身体突然不能动 而身后不知道 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女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都到你身后都不知道 此时司徒流发现 这女人也是恢复系 但竟用恢复系治疗 伤口的麻痹技能 控制了自己的身体 昂见此却没有惊慌 原来是你们啊 我还说怎么这么快 就被盯上了 你们不好好保护你们少爷 还敢来打我主意 就不怕被偷家 这时突然一个声音 从石头后传来 死到临头还这么多废话 怎么还想多活几秒 我说过不会放过你的 随后一把捏住司徒流下来 我看上的女人都没有得不到 先等你看着女男人死掉 我再让你生不如死 司徒流此时气得清金直茂 奈何身体不能动态 这时大胡子开口 少爷不是让你躲起来吗 这里太危险了 有你在怕什么 我就是想看着他死不瞑目的样子 再说我好歹也是五个战士 不要小看我 这时昂的声音传来 你的手不想要了吗 原本以为你只是个纹裤子 现在看来 毁在你手上的女子一定不舍 没错 今天晚上又将有一个毁在我手上 那就是你的女人 这时昂突然转身冲了上来 那么杀你我就没有负罪感了 大胡子剑子立马全力袭了上来 同时疑惑 他怎么身上有火元素 似合不可能掌握的呀 而乌拉剑奔来的昂 却吓得全身僵硬 做不出一点反 随后更是直接摔倒在地上 你跌过来 快来救我 此时他发现面前的昂 就像来自地狱的恶魔一样 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这时大胡子追了上来 一斧头劈了下去 左手给我断 可昂却凌空一个转身 轻松地躲开了这一击 接着借着旋转的致力 顺时一刀回劈向大胡子 瞬间就击退了他 好灵活的身体 这攻击果真是火元素 不过对土元素的我没用 这时突然又飞来无数根支鸟 大胡子在勉强躲开后 吃惊无比 怎么回事 他还能操控物元素 随后突然笑起来 有意思有意思 看来你身上有不少秘密 随后猛地把斧头插进地里 接着竟抽出来一个巨大的石斧 如果我也能掌握两种元素 实力将再上一层 为了表示感谢 十分钟内 打得你主动说出秘密来 昂却笑道 是吗 上一个跟我这么说话的人 都已经投胎了 接着手一握 同一时间 大胡子背后突然出现了 那只死去的武器恶魔 你敢信 堂堂六合战士 差点被武器恶魔给废了 原来当昂操控恶魔席向大胡子时 大胡子立马冷汗直流 什么时候到身后的 自己竟没感觉到一丝恶魔气息 随即一个闪身到远处 斧头却被恶魔给抢过去了 而下一秒 恶魔竟又瞬间出现到了大胡子面前 此时大胡子转头看向昂 小子 我们的战斗先暂停 把这恶魔解决了再战 昂却邪魅一笑 你没发现 这恶魔只攻击你吗 大胡子还没消化完昂的话 恶魔却射来一片冰锥 瞬间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此时他才反应过来 难道是他在操控恶魔 他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 随即照出土墙挡住了攻击 昂剑茨也是感叹 不愧是大家族的战士 这时大胡子大喝一声 接着五指一挥 躺在远处的斧头 瞬间朝他飞去 刚好席像站在中间的恶魔 可是眼看要击中 却被恶魔一个弯腰给躲开了 大胡子也是一惊 解开速度的巨斧 还是被躲开了 随后看向远处的昂 应该是因为那小子在操作 难道他是七七战士 算了还是先解决这只恶魔再说 随后又猛地冲了出去 可这时他的脚 却被突然钻出的树枝缠住 硬生生地吃了恶魔全力一击 直接把他千年老血给打出来了 与此同时 乌拉顿时发火 一个一骑的战士怕什么 那只恶魔才是主要的 可就在这时 原本被麻痹的司徒流 竟直接给妹子一个透心粮 真为你感到悲哀 竟给一个废物卖命 妹子不甘地看向身后 你怎么能挣脱的 难道你忘了我也是绿盒 要解开只是时间的问题 妹子不甘地倒了下去 回不当初啊 司徒流随后看向乌拉 败类该付出代价了 你区区一个议和战士 不过是偷袭成功罢了 司徒流缓缓地走上前 是吗 看你的样子 就毫无作战经验 应该是家族用资源堆出来的吧 乌拉顿时脸色一遍 这臭娘们怎么知道这些 为了成为五合战士 我也是经受了不少的苦 这次为了元素水晶 更是花大价钱请的六合战士 这些因为这小子二人全毁了 随后对着远处的大胡子叫道 你还不过来保护我 收了我父亲那么多好处 大胡子气得牙痒痒 你个废物东西给我闭嘴 乌拉吓得手发抖 你竟敢骂我 而这时司徒刘却绕到了他身后 现在谁也就不聊你 乌拉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刀刺中腰部 他疼得本能反手一击 给我滚开 可是却没击中司徒刘 而他却突然头疼欲裂 司徒刘此时发现 这小子竟连能量都不能运营 现在怕是要被反噬 之前队长说过遇到这种 能躲多远躲多远 不然最后要自爆开来 可他却像是想到了什么 竟直接冲向了乌拉 司徒刘差点就去见太奶了 还好最后关头昂就下了他 当刘发现乌拉图有序表时 就直接冲了上去 而已经在狂暴边缘的乌拉 还自信得很 区区一合 皮肤汗束 接着一刀挥了出去 却被刘给躲开了 可他并没有慌 立马刀刃掉转向上 再试试我这招 猛的袭向了司徒刘 我可是敏捷系战士 你快得过我 可司徒刘却不跟他废话 直接七身袭了上来 他知道 相比毫无章法的武和实力 怎么比得过自己从小的训练 接着下蹲躲开了乌拉的横扫 顺势猛的一击 击在他的核心上 一个破绽就服够了 不会运用 实力发挥不到十分之一 此时倒飞的乌拉情绪瞬间不稳 所有人都该死 接着身体的能量不受控制的膨胀 司徒刘迅速跳到远处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失控 可这个距离根本躲不开 飞机拔剑插地上 开启防护罩 只能拼命了 此时乌拉已经到了爆炸边缘 强大的能量让远处的昂几人都停了手 六合大胡子大骂道 这个白痴居然被一合的给破防了 此时能量再也控制不住 猛的爆炸开来 等烟尘散去 地上留下了一个百米大坑 而司徒刘发现自己竟没事 这是一个声音传来 干得不错吗 原来是昂救了他 缓过神的司徒刘叹气道 他并没有五合的实力 只老虎而已 不然凭我一个治疗系的一合 早就不知道投胎几回了 此时昂注意到他受伤了 你先恢复一下 不说别的 光你临危不乱 快速找到敌人弱点 就很了不起了 突然他站了起来 那个六合战士呢 昂看着远处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我那个武器恶魔没了 此时大胡子缓缓地走了出来 这废物易死 米尔家族肯定会 雇佣战士杀手来找我妈了 这些受命与欲望的地下组织 都是些亡命之徒 甚至还有七合战士 以后是没有安稳日子了 随后扛起斧头 不打了 你们真是怪胎组合 昂笑道 不错 再打下去也没有意义 你的实力很强 配合上恶魔 我都手忙脚乱 很好奇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只不过是刚好 有些特殊能力的四合战士 要是你真用权力 我只有跑的份 好了我们就不要商业互吹了 不过你已经能掌握元素之力 还来选择元素水晶做事 这个就不是你该关心的 昂其实是想看看 元素水晶能不能把五种属性融为一体 那样会不会变成更强的力量 现在必须想办法让自身变强 就六豪得下被关的地方 肯定守卫森严 而且面对星王和星六豪 不能完全依赖体内的恶魔之力 这时大胡子转身走了 你们也赶紧离开吧 这么大的爆炸声 肯定很多恶魔向这里赶来 随后昂二人也迅速离开了 接着就开始了寻找元素水晶之旅 路上遇到各种恶魔战斗 也有遇到过人类的队伍 不过也只是简单的合作后 就又离开了 此时昂让司徒流先休息 刺其首页 司徒流却说道 我这些天观察发现 你教人处事很老练 哪来的这些经验 昂立马装脑 我好像天生就会这样似的 司徒流笑着缓缓睡去 老感觉你有个大叔的灵魂 昂静静地看着夜空 也许是的吧 第二天 司徒流被一阵战斗声吵起 什么情况 有恶魔的气息 还有不少的战士 估计是元素恶魔出现了 走跟上往 我能快速地找到那恶魔 随即纵身一跃 跳了下去 司徒流跟在身后 什么是让你这么高兴 昂心想 我可是对新型恶魔很有兴趣的 上一世可是把恶魔都研究了一遍 快点上 一定要在别人前面收了它 发了爆发 昂终于在司徒飞面前 爆发了体内的恶魔之力 只因武器元素恶魔太过于强大 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的话 势必会引起其他猎魔小队的争夺 因此直接发动体内 隐藏已久的恶魔之力 不仅如此 甚至还教会了司徒飞 如何进行高阶能量核心运动 在元素恶魔出气不易之时 将其一击秒杀 就在刚刚 在经过一阵奔袭之后 两人来到了一座楼顶之上 昂通过感应得知 恶魔移速变缓应该是藏起来了 要趁着这段时间将其一口气拿下 司徒飞疑惑你怎么知道 这里面积太大可不好找 虽然不想当面承认自己的特殊能力 但自从元素恶魔气息出现后 他似乎可以隐约地感应到那家伙的存在 就像是感应同类般那种奇特的感觉 而目前恶魔正在前往地底 这时司徒飞发现了其他猎魔小队的身影 而且人数足足有八人之多 看来他们也注意到之前的打斗 不过要找到恶魔的准确位置 还需要一段时间 务必在他们之前 尽快找到并将其击杀 说话一把拉住司徒飞的胳膊 看来得超近到了 司徒飞顿时正在了原地 一种奇特的感觉由心底升起 下一秒就被昂强行拽走 直接朝着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内跟去 司徒飞犹如一只蝙蝠一般死死的贴在昂背上 恶魔的位置就在城堡的最小 这也是找到他最快的方法 这段时间对元素之力的运用有了大致的了解 于是就按照方法试试了 快到底的同时昂释放了木洗藤腕 意在减缓下落时的速度 很快就在黑洞下方形成了相互交叉的巨网 在两人下坠的同时减缓了重力速度 这可真是太刺激了 而司徒飞早已被吓得闭起了眼睛 落地后漆黑一片 司徒飞轻喊昂你在哪里 昂勉强地挤出几个字 在 你身下 你能不能先从我的身上下来 闻言司徒飞翘脸瞬间变得通红 咚的一声就跳了下来 别人都没有想到这弟弟还别有洞天 恶魔就在前面不远处 一动时千万不要惊扰到恶魔 不多时两人就摸到了恶魔藏身之地 看样子他应该是在休息 果然是一只武器晶元素恶魔 从身上散发的气息来看 这家伙比普通的武器恶魔强了不知有多少 于是两人就开始商量起了对策 战斗只要一开始就会吸引来其他有实力的血 务必要在其他人赶来之前将其解决 然后拿走他胸口的元素水晶火速撤离 经过推算两人也只有五分钟的战斗时间 昂是一需要司徒飞的帮助 司徒飞打死也不愿相信 昂这家伙居然要在五分钟内解决掉这只元素恶魔 于是疑惑到你需要我做什么 于是昂详细地对司徒飞进行讲解 体内能量的高阶运作方法 司徒飞顿时更加疑惑 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么多经验 你所说的这种能量运作方式我从未听说 昂微笑着表示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 那么我们先上 说吧化作一道闪电朝着元素恶魔暴射吸取 同时元素恶魔也发现了昂的出现 紧接着突然怒吼一声 人类战士 为快速解决战斗昂直接发动了体内的恶魔之力 因为其他小队有步伐感应力极强的战士 如果他们来到这自己就很难拿到元素水晶 随即化成一道活水就吸到了元素恶魔身前 见状元素恶魔微微一笑 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了我的藏身之处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应该可以操纵多种元素之力 可不等恶魔说完 昂猛的一脚踩裂地面 眨眼间就袭到了恶魔头上 直到这时元素恶魔才发现 眼前的这个人类竟然散发着恐怖的恶魔气息 昂通过交手后发现 只要平衡好各种元素之间的能量 就可以做到同时操纵多个元素 而此时恶魔已袭到了昂身后 但昂也分别将精水两系能量汇聚于双手之中 紧接着一个暴力转身 两股能量顿时由手中暴射而出 瞬间两道恐怖的能量波高速相互交叉旋转 而恶魔也同时发动了攻击 眨眼间这两股毁天裂地的力量就碰撞在一起 随着现场响起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顿时烟尘四散碎石乱飞 而司徒飞早已按照昂的交代发动 顾顿将自己保护了起来 一会开打了你一定不要惊讶于我的能力和外表 你也可以理解成我的特殊能力 记住我就是昂 这时司徒飞才意识到昂的恐怖之处 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和恶魔简直太像了 不对 这根本就是恶魔的气息 但现场的烟尘散去 元素恶魔也是十分的好奇 这家伙仅是看了一眼就掌握了他的技能 而且还可以同时操控两种元素 但昂表示自己不指挥这两种 既然你如此好奇 那我就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 说吧手中的元素之力暴射而出 很快就将其打得连连后退 恶魔趁此间隙发动木元素修复伤口 果然和昂猜想的一样 元素恶魔也同时拥有多种元素之力 既然已摸清了他的实力 那也就到此为止 话音刚落元素恶魔就正在了原地 听到这藤蔓也是眼前这个人类操控 趁着元素恶魔被控的瞬间 昂将强化金元素化成了一个锋利的认识刀 这是当初在猎魔大赛时 和那只四系金元素恶魔学来 与此同时元素恶魔也挣脱了藤蔓的术 既然如此 那就试试谁的元素之力更强 赌上我所有的金之力 瞬间三道由金元素汇聚而成的金盾凭空出现 剑状昂咧嘴一笑 终于逼得你将能量集中使用了 随后朝着司徒妃大喊道 就是现在 文言元素恶魔一脸猛逼 回头一看才发现 司徒妃手持一把油绿和能量所形成的长毛 这是一种高阶能量运作的场目 首先将核心能量聚拢起来 然后用心感受它的存在 从而感受到能量的流动和形态 由无形体化有形 将永动的能量化作一把强大的力气 然后围挤所用 在昂发动恶魔之力将元素恶魔击杀之后 但由于自身身体薄弱因子受到反噬 甚至连勉强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无奈只能被司徒妃搀扶着移动 可就当两人刚离开洞口之时 身后树到人影紧随气候 就在刚刚 之前昂向司徒妃交代 在他与恶魔交战之时 由司徒妃完成致命的最后一击 因为那毕竟是一只特殊的武器元素恶魔 再加上他的灵智如果着重于防御的话 恐怕两人短时间内根本就无法解决 但昂将恶魔能量逼到一起集中使用之时 因为那时候元素恶魔的防御能量会十分薄弱 而这个时候也是司徒妃绝佳的击杀时间 此时武器元素恶魔也意识到了两人的意图 原来这两名人类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一击 可即便是发现了也是为时已晚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绿色能量长毛朝自己身上次来 看来昂分析的一点都没错 这种能量聚集法则能极大的提取身上的异合能量 并能轻易做到射穿恶魔的护甲 在恶魔发动全身能量对抗昂之时 同时也舍弃了自身的防御 元素恶魔还试图尝试愈合伤口可发现没用 趁你兵要拧命 昂可不会放过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一个暴射就朝着恶魔身前袭去 伸出恶魔之爪就拿到了恶魔胸前的元素水晶 没有元素水晶的恶魔顿时就失去了生机 身体不听使唤的猛的一把跪倒在地 元素恶魔致死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立即修复伤口 为了让恶魔死得明末昂缓缓解释道 因为它的攻击本就是纯粹的修复能量 但在作为武器攻击时会排斥不属于自身的修复手段 此言一出元素恶魔才如梦出现 攻击 排斥 原来你把一切都算计在里面了 恶魔说完便倒了下去 只留下一地去巧 这时司徒飞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昂你没事吧 文言昂挤了几眼是一没事 多亏了你核心才能顺利到手 你刚才的那一击可真酷 不愧是司徒家的天台上 此言一出司徒飞脸上顿时出现了一抹红玉 随即撇撇嘴扭过头去 一脸不屑地表示这还用你说 我才不想做你的脱油瓶 昂反问倒是你刚才的那一击 调动了绝大部分能量身体还吃得消吧 司徒飞示意没事至少行动没什么问题 可就在这时外面传来的急促的脚步声 真如你所料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找到我们了 一些感知能力较强的战士 可以精准地定位到战斗能量波动的所在地 事不宜迟我们得赶紧离开 脚步声是从左边传来的 趁他们还没赶来之前 我们向右边尽快离开这里就好 可下一秒昂的心头却是猛第一阵 紧接着直接跪倒在地 口中更是涌出了一口鲜血 看着眼前的鲜血司徒飞不知所措 于是连忙上前将昂扶起 昂明明没有被恶魔或者战士攻击 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昂这时还试图强行爬起 可即便是将地面抠出了数道口子 但仍是没有丝毫力量站起身来 看着身体不断颤抖的昂 司徒飞赶忙询问你到底是哪里不舒服 直到这时昂才反应了过来 原本他这幅身体的底子就薄弱 虽然刚开始肉体和同步率比之前提高了很多 但这一段时间运用了太多次恶魔之力 因此身体终于达到了最高负荷的灵界点 该死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他一时半会还无法恢复 但其他战士小队已经快赶过来了 于是让司徒飞带着水晶在外面抖他 可司徒飞确实一把将昂扶起 要走就必须一起走 我也不想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也没时间听你解释 既然是你的队长 我就绝不会再让你单独留下 很快两人就找到了一座出口 这里应该可以通往地上 昂你挺住 上去你呼吸些新鲜空气就会好了 此时的昂竟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不多时在司徒飞的搀扶下就到了地面 买骨城堡这种规模的建筑群 一定还会有其他出入 不过令司徒飞感到十分意外的是 这和他之前梦到的一模一样 而且当时昂也是受伤的情况 但他现在根本没有时间想太多 可就在这时身后突然出现了六道身影 眨眼间就挡住了两人的聚弩 临时和你们组队果然有收获 大家都是武器也就不用客套 你们三胞胎的感知能力的确很强 刚才引发战斗的是他们两个吗 这时司徒飞暗叫不好 该死的六名五合战士 这时没心有志的黄毛不屑道 我没看错把区区一合战士也赶来这里 难道你们小队仅有你们两人 而且那家伙还和恶魔战斗受了伤 可下一秒带着黄毛就睁大了眼睛 原来他发现了握在昂手中的元素水晶 于是指着两人高声说道 你们快看元素水晶在那人手里 话音刚落 几人就不约而同的朝两人望去 哈哈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水晶今天我们三兄弟要定了 但一旁的光头表示 但我们小队可不答应 此时司徒飞的内心无比自责 他根本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可恶如果自己在强点就有能力保护昂了 就在这时昂挣扎着缓缓站起 随后示意司徒飞拿好水晶 很明显六人的目标是水晶 在这里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们俩活着离开 可司徒飞却十分担心昂的身体 昂表示至少他现在还能战斗 说吧手持大剑缓缓起身 我是战士 只要还能行动那就要站至最后一刻 对此六名五合战士一脸不屑 以这个重伤的四合战士真是自不量力 竟妄想和我们两个小队打 我们可是整整有六名五合战士 实相的就自己浇出水晶 我会让你们两人死得痛快点 此时的昂能明显地感受到 现在的他根本无法唤醒体内的恶魔之力 因为他的身体根本附和不起那种强大的力量 这注定会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说吧我们的一脚踏破地面 那就各凭本是谁抢到就是谁的 红十一旁的司徒飞也突然想起 怎么和之前所做的梦如此相想 但这结局到底会怎样呢 昂你一定要赢 我怒了 面对数名五合战士的联合绞杀昂真的怒了 但强行发动体内的恶魔之力 也只能坚持六十秒 可却偏偏就是这短短六十秒的时间 即便是死也要护司徒飞周全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从你们几个谁先开始呢 就在刚刚 眼看元素水晶争夺战即将打响 五合光头先是放弃了狠话 你们三兄弟杀了他们 这次的元素核心就交给我们了 但三胞胎也是一副志在必得之事 抱歉了 这次就由我们三兄弟拿下了 原来三兄弟早已找好了买家 即便这元素核心他们自己不用 单纯迈出去也能大赚一笔 这时的昂能明显的感觉到 若强行催动体内的恶魔之力 最多只能支撑一分钟 这幅该死的身躯 为何偏偏在这个关头出问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了这一分钟 完全可以让司徒飞安全顺利的逃出去 与此同时光头小队与三胞胎小队已冲了上岸 剑撞昂拿了手中的大剑 然后不舍得朝司徒飞望了一眼 随即紧紧的闭起了眼睛 虽然仅仅只有一分钟 但能杀了你们就不够了 说罢将火系能量注入到大剑之中 顿时体内的狂暴能量肆意运动 而对方也察觉到了昂身上这股恐怖的气息 他身上的气息为何突然暴涨了数倍有余 但昂进身后他们才发现 这家伙竟然是人魔同体的怪物 可不带几人反应昂便消失在了原地 剑撞三兄弟立刻发动感知寻敌技能 可下一秒昂就出现在了三人身后 顿时三人就察觉到危险来临 就在三胞胎的老三转头观察的瞬间 昂此时已袭到了他身下 剑撞立刻高喊 他在 可不等他话说完昂的大剑就刺入了他的身体之中 顿时一股鲜血由腹部喷射而出 只见昂咧嘴一笑 那就先从你开始吧 而击杀此人仅仅只用了五秒 此时的老大老二还一脸猛逼不知损错 直到过了一秒钟才反应了过来 老三 说罢两兄弟就朝着昂冲了上去 杀了这恶魔为老三报仇 剑撞昂回头微微一笑 自己找死那就可怪不得我 只见昂手中的大剑迅速的向四周伐拉了一拳 眨眼间就将两兄弟劈成了两半 三兄弟被灭距离倒计时紧过了八秒不到 一旁的五合光头暗叫不好 这恶魔的速度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而此时的昂早已杀红了眼 直接利用体内的精土元素发动技能刺潮 顿时无数尖刺破土而出 直接将死去的三兄弟刺向空中 而光头几人也被尖刺攻击刺的连连后腿 眨眼间几名手下也被尖刺抹杀 好强悍的技能和速度 虽说那三兄弟最擅长的是感知能力 可毕竟也是五合战士 竟然瞬间就被无情抹杀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东西 搞不好的话今天自己也要交代在这里 昂此时已提着大剑走了过来 一旁的绿毛还偏就不信血 就不信了我们联手连一个恶魔都干不掉 都使出全力和这家伙拼了 闻颜昂直接冲了上来 既然如此的话那就试试 可就在冲刺的瞬间昂脑海中猛的一阵 糟糕那股无力感又袭上来了 此时的他只能勉强依靠大剑站直了身体 该死 全身的器官感觉都要炸裂了一板 鲜血也忍不住从口中涌了出来 此时时间也只剩下了36秒 远处的司徒妃紧张地看着场中发生的遗异 糟糕 昂的身体看来是要扛不住了 这时五合光头也发现了昂身体上出了状况 心想这时去抢一旗女战士的核心是易如反掌 但眼前这个人磨同体的家伙却是个不稳定音笋 趁你兵要你命 不如趁他虚弱时一口气直接将他干掉 说爸一马当先地就朝着昂暴射袭去 剑撞昂努力咬了咬牙 既然想杀我那你就得付出点代价才行 说爸将手中的大剑插向地面 顿时形成了一个方圆十多米的能量防护罩 剑撞五合光头一脸兴奋 区区一个保护罩而已我能直接击碎 攻击的同时让其他人用技能不断没砸 可即便是三人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昂的防护罩却未曾见到有一丝裂纹 五合光头发现这防护罩九弓不破 但却不知为何一直在收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下一秒似乎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 不好是陷阱大家快停下 可这时昂却咧嘴一笑 这时才发现你们不觉得晚了吗 说爸猛地加大了大剑插入地底的力度 这就将你们的能量都归还给你们 口中大喝能量运作反弹 顿时就将光头几人直接给轰飞了出去 在能量冲击下光头几人的身体开始缓弯解体 顿时一股狂暴的圆形能量体向四周不断漫移 形成了恐怖能量直冲天井 远处的小队也发现了这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这种气势的能量一定和元素水晶有关 说爸就朝着昂那边赶了过去 随着烟尘的缓缓散去 地面只留下一个深达万丈的深坑 壁旁的光头等人直接被烧成了焦炭 而昂则是双手实践勉强的半跪在原地 剑状司徒飞赶忙跑了过去 昂你没事吧 文言昂微微一笑 随即收回了手中的大剑 还好 勉强算是控制住了能量爆炸的范围和密度 只要飞你没事那就太好了 话音刚落就向后倒了下去 剑状司徒飞一个飞身上前将昂扶起 昂你振作点 我这就带你离开这里 这时昂勉强睁开了眼睛 非你先走不要管我 刚才的能量狂勇已经引来了更多的战士和恶魔 剑状司徒飞示意你别说了 这次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抛下你不管了 你拿好水晶我来背你 不能总是让你一个人去战斗 接下来就交给我了昂 你要坚持住 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 可随后司徒飞却隐隐的发现 此时的情景更加接近于那个未知的梦 炸裂了炸裂了 司徒飞净化为黑白飞的过程可谓是太炸裂了 当司徒飞好不容易才将昂救了出来 可随后发生的事情居然和之前梦中的一模一样 随着两只恶魔的出现 司徒飞意识到完了 可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却是他未曾梦见的 不错 你们千呼万唤的黑王岂以欲解之姿霸气出场 就在刚刚 当司徒飞刚进入房门的那一刻 顿时心里就猛然一惊 这和之前梦里的情景简直一模一样 昂你坚持住 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 昂你不要睡啊 此时的司徒飞早已没有半丝力气 但仍咬着牙搀扶着昂 我们拿到了 你一定不会死的 昂你坚强点 你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你睁开眼睛好吗 我求你了啊 我们好不容易踩 可话还没有说完 昂拿着元素的手突然就垂了下去 咕噜一声滚落在一旁的地板之上 这 为什么会这样 随后吃力的将元素水晶从地上捡起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是从昂战斗完开始算起 这一切明明就是之前梦中出现的场景 那么接下来头上应该会出现两只恶魔 果然此时头上有两只恶魔正在紧盯着他 不但司徒飞反应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真的和梦中的一样 见状司徒飞停顿了片刻 然后突然加快了身上的脚步 背着昂奋力向外面冲刺 可恶魔仅是一个眨眼就袭到了他的头上 区区一骑战士 竟也想将元素水晶据为己有 可即便如此 司徒飞仍将昂死死地护在身前 恶魔接着一把刺向了司徒飞的后背 竟直接将其给掀翻了出去 看着躺在地上的两人恶魔不禁嘲笑道 也不知道这两个废物是如何走到这里的 而且还拿到了元素水晶 我们这就叫人类补偿恶魔在后 这时司徒飞望着胸口的大洞 心脏被恶魔穿透了 应该是恢复不归来了 可这时的昂还想要挣扎地爬起 可被恶魔轻轻一脚又给踩翻在地 这个家伙还有一口气呢 但说起来可真奇怪 这家伙身上有一股让我十分厌恶的味道 可即便到了此时司徒飞仍十分担心昂的处境 你们别碰他 对于司徒飞的请求恶魔根本不屑一顾 这男人身上的味道我很不喜欢 要不试试砍头玩玩 听到这里司徒飞不顾自身安慰朝昂爬了滚 不许你们碰他 你们这些该死的恶魔给我放开他 文言蓝情女恶魔站了起来 有小丫头你好厉害 快死的人的脾气还这么淡 说大一脚踢向司徒飞的胸部 竟直接一脚将其给踢飞了出去 可恶 我实力还是太弱了 保护不了队友也保护不好昂 对不起了昂 此时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昂被养之恶魔蹂躏 但口中仍轻声地说道 不许你们碰他 可恶 我要保护好昂的 只怪我太弱了 我不甘心 如果我能再强一点就好了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空间内凭空出现了一道由黑气形成的漩涡 随着漩涡的出现 周围的时空顿时全部就静止了下来 紧跟着一道高跟鞋的滴答声从房间内响起 讨厌这是可真难办 这是黑王旗的身影第二次在漫画中出现 这可真该死 是王旗叮嘱过我不要出手帮这个人类战士的 可我到底还是出手了 这下头疼了 不过我这还不是因为担心人类身体里的赤王旗你吗 想必你到时候也不会怪我呢 这具人类的躯体还是太弱了 果然还是无法支撑我亲爱的赤王旗的力量 按理来说这身体早就应该超负荷了才对 可硬生生被这家伙撑到了现在 不愧是赤王旗看上的最强人类 意志力简直惊人 对了还是先确认一下 于是趴倒昂大旁说道 你在马赤 可等了半天未发现丝毫动静 这可真讨厌 人家难得来见你一次 可你仍旧是在沉睡还未曾苏醒 随即回头看向一旁处于空中的司徒妃 然后起身来到司徒妃身旁 静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 这妮子身上有一股我特别熟悉的能力波动 这下就有意思了 她的能力似乎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大许多呢 但可惜她目前这具弱小的人类身躯 根本无法激发出她体内本该拥有的力量 说吧 黑王旗猛地睁大了眼睛 随之一个大胆的想法由脑海中冒出 既然吃王旗嘱咐我不能直接帮卖小子 那我间接点不就行了 我黑王旗也真是太聪明了 说吧 将司徒妃高高举起 那就让我来帮你进化 获得新生吧 你身上有时间空间的波动 随即张大了她那张樱桃般的小嘴 然后一口吻在了司徒妃嘴上 这也正好 就将我的力量都给你吧 只见司徒妃胸前的绿色核心慢慢变成了黑色 随着黑色越来越多 全身的血液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伴随着核心完全变黑 这代表着四旗的黑色核心 旗拥有着掌控空间时间的能力 随着两人的嘴唇缓缓分开 黑王旗则悠悠地回味着刚才那种感觉 没想到这具身体能接受我如此多的力量 很好 看来你渴望变强的心很强了 那么以后就拜托你了 说话的同时凭空出现了一道蓝色的传送门 随着传送门的消失 黑王旗也消失不见 而场上的恶魔和司徒妃也随之动了起来 而司徒妃也同时狠狠地砸向了地面 眼看恶魔的尖刺就要割掉昂的头颅 可却凭空出现了一只断手将尖刺抓住 这让恶魔当场就吃了一惊 奇怪这是什么东西 于是恶魔闻声向身后望去 这怎么可能 可话音刚落烟尘里突然传出一道声音 我刚才说过 不许你们碰他 俨然可见头发一半已经变成了黑色 正是已经获得部分黑王旗力量的司徒妃 此时他已进化成恶魔形态下的四气黑白妃 拥有着掌控时间空间的能力